宋朝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朝代,也是很多现代穿越者最向往的朝代,关于两宋时期的影视资料和文字讲述并不少,但大多数都是碎片化的描述。 对于不熟悉历史的人来讲,很难一窥宋朝的全貌,本视频顺着时间的脉络,带大家系统性地了解一下大宋的全貌。 五代时期,最后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是周世宗柴荣,他因旧伤复发而英年早逝,留下幼小的柴宗逊继位,这种皇位更替来得太突然,柴宗逊除了顶着一个皇帝的名头外,在朝中没有服众的威望。 于是,赵匡印趁机发起了一场兵变,黄袍加身成为新皇帝,赵匡印是个胆大心细的武将,除了一身超强的功夫外,心思也非常缜密。 周世宗柴荣在位时,他表现得忠心耿耿,作为禁军的头领,赵匡印和将领们关系非常好,其中有些人还和赵匡印是败把的兄弟,号称义舍石兄弟。 柴荣之所以对赵匡印刮目相看,是因为在高平之战中他表现得异常忠心和勇猛。 班师回朝后,柴荣便将选拔禁军的重任交给了他。 此时的赵匡印并不想造反,一来是因为柴荣威望极高,完全能镇得住他, 二来,他的实力还不足以支撑他造反。 当时的禁军系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侍卫钦军司,另一部分是殿前司。 从地位上来讲,侍卫钦军司还略高一筹,身为殿前督点检的赵匡印,最多只掌握了一半禁军军队。 他作为一个刚上任将领,在部队的威望有限,根基并不是很深。 此时造反响应者不会太多,如果柴荣没有英年早逝,或许赵匡印一辈子都没机会造反,但就在此时柴荣病逝了。 他的病逝给了赵匡印一个绝佳的机会。 柴荣在重病期间已经安排好了身后事,他把禁军中最具威望的将领外放成为节度使,把他最信任的几个人安排进来。 他以为这样能够让柴荣迅顺利地完成权力交接,但没想到的是,看起来最老实憨厚的赵匡印却成了叛革命,任何事都是有迹可循的。 赵匡印发动叛变也是如此,他趁着皇帝刚死,禁军系统大面积调整的机会,把与自己不合的人都调走,把自己的人都安插进来。 如此一来,便有人觉得不对劲,认为赵匡印这是不安好心,准备叛乱。 当时的宰相范智却不以为然,他说,赵匡印只是想给自己多争取点权力,根本没有反心,也没有那个胆子,一切准备就绪,只需要一个发动政变的时机。 此时,契丹人送来了助攻,公元960年,契丹大军全面压境的时候,赵匡印挺身而出前去迎敌,柴宗迅便把兵权给了他,让他去率军抵抗,拿到兵权的赵匡印,接着就发动了兵变。 他先是以打契丹人为名,向河北翻阵派出重兵,消灭厚州之外最大的一股军阀力量。 紧接着,安排手下全面接管京城的防卫工作,最后带着一支部队走到陈桥,上演了一出黄袍加深的戏码,然后被迫回朝登基。 这个计划实际上非常粗糙,保密性也没有做好,在黄袍加深之前,消息已经走漏,京城百姓已经知道赵匡印想做皇帝,但宰相范智依然不信。 他认为赵匡印就是个大老粗,根本没当皇帝的心眼。 再说,禁军里还有另外一员大将韩通坐镇,即便赵匡印想造反,也要过韩通这一关。 第二天,赵匡印带着军队回京,韩通还没来得及组织士兵进行防守,就被赵匡印提前安排好的人杀死,此时的范智才醒悟。 浓眉大眼的赵匡印确实是想当皇帝,与其他王朝更替断头流血不同的事,赵匡印并没有乱杀柴家人,他跪在小皇帝和太后面前痛哭,说自己根本不想做皇帝,是下面的士兵逼迫他做的。 他许诺登基后,一定会后代柴氏宗亲,小皇帝和太后一看大势已去,最后无奈地让了位。 赵匡印因此名正言顺地登基称帝,因为他在宋州做过节度史,称帝后改国号为大宋,赵匡印登基后,对重将士进行封赏,在篡位过程中出力的禁军将领都得到了提拔。 封赏完将士后,又对天下百姓宣布自己的施政方针,宣布修生养息的政策,继续延续后洲的道路,既不折腾百姓,也不盲目对外扩张。 一切以稳定为主,大家之前怎么过日子,现在还是一样,只是国家换了一个名称而已。 赵匡印宣布政策后,从上到下都比较满意,但总有人感觉不服,此人就是昭义军节度史,大周朝的太尉李云,他就柴荣死前外放的禁军将领,比起赵匡印,他在禁军的资历更老,根基更深,看到赵匡印成功篡位后心有不甘,要是他早一步发动兵变,现在坐在皇帝位置上的就是他了。 于是,他联系柴荣的外甥李重进,一起讨伐赵匡印,此时的李重进正盘踞在扬州,之前也做过禁军高级将领,对赵匡印登基仪式非常不爽,在李云的邀请下便欣然同意一起造反。 虽说大周时期的翻阵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但李重进和李云只要相互配合,还是能与赵匡印一战的。 但这两人本来就各怀鬼胎,根本没能力和赵匡印硬杠,因此只坚持了不到两个月,赵匡印就把他们击溃,搞定外敌后就开始梳理内政。 赵匡印委任以赵普为代表的一众文臣对司法、人事、财政方面进行改革,把国家梳理得井井有条,此时营绕在赵匡印头上的难题还剩最后一个,那就是如何约束自己手下的这群骄兵汉将。 这便来到了大家熟悉的杯酒士兵权,对于杯酒士兵权这事,简单来讲,就是赵匡印和赵普设宴请帮助自己造反的武将们喝酒。 在席间,赵匡印掏心窝子地跟大家说,做了皇帝之后,一直担心你们造反,干脆这样,要不你们回家发财去吧,不要在京中捅兵了。 赵匡印嘴里所谓的回家发财,并不是让他们辞官回家,而是封他们为节度使,给他们一块领地,在领地里自己说了算,想怎么搜刮财物都不要紧。 为了进一步安抚武将,赵匡印还把自家公主下架给他们,进一步结成政治联盟。 对这些武将们而言,在朝中为官,还不如要一块封地做个土皇帝自在,虽然手里的兵少了,但自由度提高了,而且他们也并不想造反,对于赵匡印的提议,他们也便同意了,再说,即便是不同意也没有办法,当时赵匡印正值当打之年,在座的武将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既然皇帝都跟自己掏心窝子,自己也要建好就收,事后证明,这些被外放的武将的确是没有反心。 在后来,大宋完成一统全国的过程中,这些武将被反复召回过多次,在大一统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 解决完武将后,赵匡印又开始调整进军系统,让自己的亲兵担任重要岗位,与此同时取消了进军高级将领的位置。 从此以后,谁也不能在进军里说一不二了,一切准备就绪后,赵匡印开始放眼全国,解决五代十国的遗留问题。 大宋建龙三年,湖南军阀发生了内乱,当时湖南的统治者叫周行冯,他有一个拜把子的好兄弟叫张文表,此人一直是湖南军阀里的顶梁柱,周行冯尚未去世时,张文表还算是中心,后来周行冯去世,把位子留给了自己十岁儿子周行全。 张文表眼见幼子登基,心里十分不服,在与手下合计一番后准备造反,然而周行冯在死前就料到了这一出。 他告诉周行全,如果打得过张文表就打,打不过就去投靠赵匡印,把地盘让给赵匡印,起码他能给你一条活路。 周行全和大臣们商量完后,一致同意投靠赵匡印,于是派人前去找赵匡印求救。 得知消息的赵匡印非常高兴,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于是立马决定发兵前去营救,顺便接手湖南地盘。 在去湖南之前,赵匡印派人给京南王高纪冲送信,希望能从湖北借到,顺便希望京南王能借一万士兵供帮助大宋讨伐张文表。 高纪冲也不是傻子,他知道赵匡印借到湖北的意图,但他对赵匡印怕得要死,根本不敢拒绝大宋的请求。 万般无奈之下,只好选择投降,这样还能给自己留条活路,否则就是待宰的高扬。 就这样,宋军兵不血刃就拿下了京南,禁止往湖南奔赴。 此时意外发生了,由于赵匡印的行军速度实在是太慢,周行全一直等不来救援,只好组织力量和张文表应拼。 有意思的是,本来对周行全成年压制式的张文表,居然被周行全反杀了。 解决完张文表后,大宋军队才刚刚到达湖南,周行全见状,只能央求大宋王师反朝,说他们的叛乱已经平定,不打算归顺大宋了。 为了表达歉意,愿意拿出金银财宝,犒劳大宋将士,而且回城的路费也给报销。 但大宋显然不接受这个结果,好不容易大老远赶赴过来,岂能一句话被打发走。 况且,大宋的目标是整个湖南,而不是那点金银财宝。 当时宋军副统帅李楚云对此十分不满,直接对周行全发起了进攻,并在湖南实施了残酷镇压。 他将对方军事考熟后分给士兵们吃,以此来震慑他人。 周行全知道,和大宋无法讲道理,自己又打不过他们,只好选择归税。 自此之后,湖南便纳入大宋版图,成功拿下京南和湖南后, 赵匡胤开始了杯酒士兵权的后续工作。 他在赵普的帮助下,逐渐收回了节度使的兵权、人事权和财政权, 所有的税收全部上交中央,然后进行统一化波。 新打下来的地盘也不再派助新的节度使, 而是由中央任命地方官。 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赵匡胤完成了杯酒士兵权的全部过程, 把控制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当大宋在全面改革的时候, 其他还未灭亡的小国还沉浸在五代十国的荒淫当中。 后蜀国主梦场看到大宋日渐强大,恐对自己造成威胁。 于是,派信使前去联合北汉一起来,夹击大宋。 而派出的信使是个明白人, 他知道,大宋统一天下已经势不可挡, 他干脆没去北汉送信,而是转头进了宋朝大殿, 把后蜀企图联合北汉的事情告诉了赵匡胤。 赵匡胤得知消息后并没生气, 而是欣喜若狂,他一直想出兵后蜀, 但没有合适的理由,这封信正好给了他合适的机会。 于是,立马派兵攻打蜀地, 对于蜀地的富饶,大宋将士们都是有所耳闻的。 所以,争先报名前去征讨, 赵匡胤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 他说此次攻打蜀地, 他只要地盘,打下来的财物都归将士们所有。 这句话就像一针兴奋剂, 将士们迫不及待地往蜀地赶赴, 听闻大宋前来攻打的消息, 后蜀众臣王文昭主动请英迎战, 王文昭是梦场的男宠, 十几岁就被收入后宫, 后来被围以重任, 后蜀的事情几乎都是他说了算, 王文昭此人一直自我感觉良好, 他认为自己有比肩诸葛亮的才能, 只是没有机会施展, 如今大宋来犯正是自己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说不定能趁机收复中原, 帮助后蜀完成大一统,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后蜀军队在大宋军面前不堪一击, 所谓的高山显观在宋军面前完全不值一提, 梦场眼看大势已去, 只能选择投降保命, 打掉后蜀之后, 赵匡印趁北汉国主驾崩之际来了一波偷袭, 因契丹人从中干涉, 没有一举将其拿下, 虽没拿下北汉, 但也将其防线撕开一个大口子, 并且把交界处的人口大量迁移到大宋这边, 也算是不吃亏, 此时北边的威胁算是告一段落了, 赵匡印把目光瞄向了南方小国, 自从赵匡印登基后, 南边的吴越一直对自己忠心耿耿, 每年朝贡必不可少, 而且吴越王都会亲自进京汇报工作, 对赵匡印毕恭毕敬, 出于道义, 赵匡印感觉攻打吴越不妥, 南唐也是如此, 这些年, 南唐国主对赵匡印一直做俯首姿态, 除了没交出国土之外, 其他事情方面, 对大宋俯首贴耳, 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攻打南唐, 况且南唐的实力也不弱, 攻打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最后, 赵匡印将攻打目标放在南汉身上, 南汉国主刘长是一个非常变态的人, 继承了五代十国昏君身上所有的缺点, 他不但喜欢男女群交, 还规定自己的大臣们必须阉割, 他认为, 只有太监才不会和自己争夺权力, 因此, 他朝中的大臣都是太监, 要想做官就别留鸟, 要想留鸟就别做官, 这些年, 刘长把国内搞得乌烟瘴气, 民众早已经民怨沸腾, 此时攻打南汉能占据道德制高点, 南汉百姓也希望大宋能够来解救他们, 听闻大宋来犯的消息后, 刘长立马召集大臣们开会, 表示, 要给赵匡印一点颜色看看, 让天下人知道谁才是老大, 他的太监大臣们看到皇帝如此雄心勃勃, 也都跟着附和, 表示, 他们一定会让宋军有来无回, 虽然太监们嘴上很能吹, 真正领兵打仗就立马露出原形, 在宋军的面前, 南汉军队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宋军几乎以武装游行的姿态长驱直入, 此时的刘长已经傻眼, 忙问身边的人以前的大将军都去哪里了, 身边的人告诉他能打的将军都被他砍头了, 他的兄弟姐妹也被他杀完了, 朝堂之上只剩下太监了, 刘长预料到, 自己会有这么一天, 所以他事先准备了很多大船, 把国家的金银财宝都置于其中, 想等到亡国的时候, 便坐船出海到其他地方寻找出路, 但太监们也知道此事, 看到宋军进城后, 他们先开船跑了, 留下流场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最后选择了投降, 拿下南汉之后, 赵匡胤不得不把目光对准南唐, 此时也不管什么道义了, 完成大一统才是最重要的, 南唐后主李玉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作为一代帝王, 他在写词上有着极高的造诣, 他留下的诗词至今还在口口相传, 但这并不能避免他成为亡国之君, 李玉是一个无欲无求的人, 只想做一个苟活的皇二代, 为了向大宋表示诚意, 他已经去了尊号, 降了规格, 把向大宋进贡写进法律里, 对国内的主战派进行打压, 但这仍不能避免自己亡国的命运, 赵匡胤做了皇帝后, 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大一统的事业上, 他怎么会因为南唐的一点小恩小惠就放过他们呢? 此时, 大宋已经懒得找借口了, 直接调兵攻打便是, 公元974年, 赵匡胤召集大军攻打南唐, 吴越作为大宋的追随者, 也一起出兵帮忙攻打南唐, 此时的南唐虽说不是大宋的对手, 但还是能够一战的, 况且自己是以义代劳, 虽不能击溃大宋, 起码守住城池是没有问题的, 但李玉此人过于优柔寡断, 经不起半点风浪, 从小生在皇宫中的他没有半点识人之名, 身边都是一群奸臣当道, 宋军已经兵临城下准备破城的时候, 他身边的大臣还告诉他国家非常安全, 请他放心地玩乐, 后来得知真相的李玉眼泪掉下来, 只能率领文武百官出城投降, 南唐后主李玉, 在城破之前他写过很多艳诗, 比如小庄出过, 陈坛倾注谢个, 向人微露丁香科, 异曲清歌, 赞隐樱桃破, 罗秀义残阴色渴, 背身炫背香劳丸, 绣床斜屏娇无纳, 烂角红戎, 笑向谈狼拓, 写的就是和少女在床上运动时的场景, 此类的诗词不胜美举, 城破之后, 他的诗词风格则变为, 四十年来家国, 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消汗, 玉树穷之坐烟螺, 几层石干戈, 一旦归为尘鲁, 沈腰攀病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 教方游奏别离歌, 垂类对公额, 作为末代君主, 他怪不了别人, 只能怪自己软弱无能, 得此下场, 一点不冤, 南唐灭亡后, 赵匡胤亲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乱局, 从此, 中原进入大一统时代, 从陈桥兵变开始, 赵匡胤南征北战十四年, 开拓了一片广阔的疆域, 同时也向百姓们宣布, 盛世即将到来, 就在赵匡胤大获全胜之际, 此时有一个人却隐隐不安, 他就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 此时的赵光义是尹皇储, 什么是尹皇储呢? 这要从唐末五代开始说起, 在那个时期, 皇帝一旦立了太子后, 就会出现皇帝不开心, 太子也不开心的现象, 因为那时是一个乱世, 谁能做皇帝, 纯凭实力硬? 皇帝一旦立了太子, 就意味着, 一个国家有两个权力中心, 这对皇权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如果皇帝活得时间太久, 太子等不及了, 随时把皇帝干掉都有可能, 所以皇帝立完太子后, 都会相应地削弱太子的兵权和势力, 对于太子来讲, 未成为继承人之前, 自己还有一定的权力, 一旦成了继承人, 各方面都受打压, 处处夹着尾巴做人, 万一不小心, 还有被皇帝老爹干掉的威胁, 而且在那个乱世, 一个继承人的名分, 并不足以保证自己能当皇帝, 成为太子本是一件好事, 但闹得大家都不开心, 但国家又不能没有继承人, 一旦皇帝遭遇意外, 或者御驾亲征的时候驾崩, 没有继承人就会造成朝堂内乱, 届时又回到群雄割据的时代, 这对于王朝稳定也是不利的, 于是, 皇帝想出一个办法, 把自己看好的接班人, 奉为亲王, 兼认为经兆尹, 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 首先, 做了经兆尹之后, 相当于是被默认的接班人, 但名义上并不是太子, 和皇帝之间还是君臣之分, 皇帝不用担心, 突然之间被他干掉, 一旦皇帝被干掉, 经兆尹就不再是接班人身份, 因为皇帝没明确指出, 经兆尹就是太子, 二来, 虽然唯封你做皇储, 但你的名分在群臣之上, 并把首都的行政权抓在手中, 这样也能让你安心, 在合法接班的时候, 不至于手忙脚乱, 赵匡印是趁柴戎去世, 新皇帝年幼之机才能上位成功, 为了防止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所以, 他早早地把自己的弟弟赵光义, 提拔为经兆尹, 并默许他培植自己的势力, 在大宋开国之初, 这么做是很有必要的, 当时赵匡印的儿女都比较年幼, 无法担视, 一旦自己出现意外, 赵光义是一个能主持大局的人, 不至于让大宋落入别家, 但随着赵匡印的儿子们一天天长大, 他心里开始犯了嘀咕, 弟弟再亲, 始终不如自己的儿子亲, 他开始纠结皇位到底要传给谁, 不过, 还没等他想出答案, 一场意外又来了, 公元976年农历, 10月19日夜, 赵匡印宣召赵光义进宫赴宴, 他们哥俩平时就喜欢喝酒, 如今完成了统一大业, 难免多喝几杯, 那晚双方喝得都比较高兴, 赵光义喝醉后便返回晋王府, 赵匡印在宋皇后和宫女的服饰下准备就寝, 这本是一个非常平常的夜晚, 看着躺在床上不省人事的赵匡印, 宋皇后上前一摩发现不对劲, 此时的赵匡印已经全身僵硬, 没有了呼吸, 宋皇后才意识到她已经驾崩, 宋皇后当时很慌张, 不一会儿便冷静下来, 她让内侍都知王继恩前去宣赵自己的养子赵德芳, 进宫继承皇位, 王继恩领命后并没有去找赵德芳, 而是来到了晋王府, 赵光义看王继恩深夜来访必然有事, 王继恩急匆匆地拉她进宫, 在路上告诉赵光义皇帝驾崩, 让她赶紧去继位, 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宋皇后看到王继恩到来后松了一口气, 忙问我儿何在, 此时赵光义从身后冒了出来, 宋皇后见状立马瘫坐在地, 赵光义赶忙上前搀扶, 宋皇后知道王继恩已经叛变, 当前的局势无法改变, 于是他向赵光义求情, 希望他能饶了他们母子性命, 赵光义表示皇嫂多虑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 怎么能干出相互残杀的事情呢? 于是赵光义顺利继位, 第二天早朝的时候, 大臣们发现赵光义已经成了皇帝, 虽然赵光义成了皇帝, 但他的威望和赵光义比起来相差甚远,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合法性, 他打算用军功来增加自己的威望, 于是把目光描向了苟延残喘的北汉, 为了展现自己的帝王气质, 他打算御驾亲征, 在出征之前, 他分析了前几次赵光义讨伐北汉失败的原因, 他认为北汉之所以难打, 是因为每次都有七单人前来相助, 于是决定兵分两路, 一路由攀美率领围攻太原, 另一路由郭晋率领在中途阻击辽军, 在这个问题上, 赵光义的眼光是超越他哥哥的, 当太原被围困之际, 北汉像前几次一样到契丹搬救兵, 契丹人也一如既往地前来解围, 他们之所以这么仗义, 是因为每次都可以大捞一笔, 辽国皇帝派宰相耶律沙率领军队解救太原, 他们在石关岭和等候多时的郭晋线路相逢, 作为酒精沙场的大将, 耶律沙感觉到此次宋军必有准备, 因此没有贸然出动, 最好等到援兵来了之后再做打算, 但他的监军耶律摩指和翼王敌烈, 都觉得宋军不堪一击, 兵贵神速, 此时就应该果断对宋军出击, 耶律沙和他们产生了分歧, 谁都不能说服谁, 最后耶律摩指和敌烈不顾反对, 选择渡河攻打宋军, 郭晋一看机会来了, 前后脱节的辽军被宋军半度而击, 准备充足的宋军把辽军打得生活不能自理, 翼王敌烈直接被斩于马下, 整个辽军瞬间被击溃, 后来辽国北苑大王耶律携诊及时赶到救援, 辽军才避免全军覆没, 经此一役, 辽军元气大伤, 无力帮助北汉, 赵光义眼见时机成熟, 于是亲自挂帅攻打北汉, 最终终于攻破城门, 北汉百官只能出城投降, 至此,北汉十州四十一线皆臣服于大宋, 赵光义凭此一役树立起了威望, 完成了赵光义都未曾完成的大役, 巡臣也开始认可这个皇帝, 这次出兵到拿下北汉仅仅历时半年, 这让赵光义信心大增, 信心爆棚的他想拿回燕云十六州, 看到皇帝如此想法, 巡臣立马过来劝谏, 他们说, 此次战役刚结束没多久, 国内消耗严重, 粮草和士兵折损太多, 需要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再做打算, 赵光义没有听劝谏, 他准备举全国之力来备战, 从此掀开了宋辽对峙的大幕, 此后, 宋军对辽军展开了疯狂的进攻, 一路打到了燕京城下, 把耶律携疹的军队打得溃败, 接连得胜的宋军士气大胜, 将士们纷纷主动请英上前线作战, 要求拿下燕京, 收回燕云十六州, 此时, 燕京城里的守将是两位官二代, 一位是耶律德谷, 另外一名是韩德让, 韩德让是一位传奇人物, 但由于自己是汉人身份, 和耶律德谷两人相互瞧不上, 宋军把燕京围住之后, 天下大惊, 每天都有守将前来投降, 加上宋军派人到燕京城里搞舆论战, 呼吁汉人团结起来赶走契丹人, 一时间燕京人心惶惶, 眼看就要沦陷, 城内向耶律携诊求援, 刚吃过败仗的他, 不敢轻举妄动, 只敢隔空对宋军摇旗呐喊, 不敢前进一步, 赵光义看到此情此景, 认为拿下燕京只是时间问题, 耶律德谷和韩德让虽然互不相让, 但凡他们俩之间耍点小心思, 燕京城立刻完蛋, 但在迎敌方面没有发生内讧, 挡住了宋军一轮又一轮的猛烈进攻, 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耶律休哥身上, 希望他能在城破之前赶来, 就在这个结果眼上耶律休哥赶来了, 以契丹人粗爽的性格, 此时赶来必定像无头苍蝇一样向宋军杀去, 不管能不能赢, 先把这口气出了再说, 但耶律休哥并不是莽夫, 他是战神级别的人物, 他让盘桓在燕京周围的耶律沙和耶律携诊兵合一处, 然后一起进发到高粱河向宋军邀战, 由于燕京城久攻不下, 此时宋军正是心服气躁的时候, 看到耶律携诊带人前来挑衅, 抑制不住怒火中烧, 准备拿耶律携诊出气, 耶律携诊率领的并不是精锐部队, 精锐都掌握在耶律休哥手里, 自然不是宋军的对手, 不过辽军都是骑兵, 虽然被以步兵为主的宋军打得溃败, 但他们逃跑的速度让宋军追不上, 就在两军纠缠之际, 天黑了, 此时耶律休哥从鞋刺里杀出来, 他让士兵每人手持两个火把, 造成一种雄兵百万的假象, 此时人困马伐的宋军见状不妙, 准备退到高粱河后面聚合而守, 在他们撤退的时候, 耶律沙和耶律休哥等军队兵分三路, 对宋军展开追击, 一路和他们硬杠, 另外两路在侧翼骚扰, 一时间宋军大乱, 更让宋军感到雪上加霜的事, 被围困了半个月的燕京城, 突然城门打开, 里面残留的辽兵, 突然冲出来抄劫宋军的后路, 此时宋军彻底崩溃了, 纷纷慌不择路, 赵光义在乱战中大腿被射了一箭, 痛得连马都骑不了, 最后被手下抬上驢车仓皇难逃, 同样受伤的还有耶律休哥, 在宋军的冲击下, 他几度昏死过去, 最后也是被手下抬上车进行指挥, 此时的赵光义顾不得前方将士的情况, 逃离桌州疯狂地往大本营跑, 被自己皇帝抛弃的宋军残兵一路退守到桌州, 稍微回过神来的他们突然发现, 自己的皇帝不见了, 顿时一股恐慌的情绪笼罩在桌州城, 将士们并不担心赵光义战死, 而是害怕他被俘虏, 如果自己的皇帝被俘虏了, 不但是一种笑柄, 也会让三军大乱, 此时当务之急是要选出一位新皇帝, 一来稳定军心, 帮大家渡过难关, 二来也能把惨败的锅甩在赵光义身上, 毕竟这次战争是大宋开国以来最惨的一次失利, 要是追责到将士身上, 恐怕是灭门之罪, 此时当年参与陈桥兵变的几位将领商量了一下, 打算推举赵光义的二儿子赵德昭为皇帝, 此时的赵德昭正在军中, 在群臣的拥护下半推半就地推辞了一番, 就在此时有人报告说自己看到赵光义了, 当时他躺在旅车上逃跑, 已经跑远了的赵光义也感觉不对劲, 自己率领大部队前来, 此时只有几个亲兵守在身边, 是不是因为自己跑太快把大部队落在后面了, 于是派人到桌州尝试联系一下, 此时大家才知道, 原来皇帝还活着, 赵光义得知将军们推举赵德昭的事情后, 心里十分不适滋味, 此次不但损兵折将, 大腿上挨了一箭, 那些大臣们居然想着另立中央了, 这个皇帝做得真失败, 回到开封的赵光义, 开始了事后追责, 把讨伐燕京的几个将领处罚了一番, 认为自己的一世英明都是因为他们才被毁的, 又把朝中文官骂了一通, 认为没有人能替他分忧, 最后他下令取消了对消灭北汉的论功行赏, 认为此次攻打燕京所有将军都是死罪, 就拿打北汉的功劳相抵了, 朝中文武听后十分不爽, 当初是他执意要打燕京, 所有决定都是他一个人做的, 怎么能怪他们, 为了此次出征, 将士们豁出了身家性命, 没有半点赏赐肯定是不妥的, 寻臣虽然心里有气, 但碍于身份也没有直说, 赵德昭认为赵光义做得不厚道, 于是向他觐见, 结果被赵光义痛骂了一顿, 两人算是撕破脸皮了, 回到家中的赵德昭越想越憋屈, 本来这个皇位应该是他的, 如今不但皇位没了, 还被赵光义骂得跟孙子一样, 心里气愤难耐, 于是一气之下居然自杀了, 赵光义得知赵德昭的死讯, 表面上失声痛哭, 实际上心里偷着乐, 因为又少了一个能威胁他皇位的人, 赵德昭死后不久, 赵德芳也突然暴毙, 对此赵光义又是一番嚎啕大哭, 痛哭之余他发现, 大臣们私底下多了一些议论, 打了败仗回来后, 赵光义的两个儿子接连暴毙, 不得不让人产生猜忌, 赵光义也感受到了这种猜忌, 他表示, 当年赵光义和自己母亲有个金溃之盟, 如果赵光义不行了, 就传位给弟弟, 为此还写了一份遗嘱封存了起来, 赵普作为遗嘱的主笔人, 全程参与了此事, 所以说他的皇位来得完全合法, 没有必要加害两位侄子, 这番话虽然打消了大臣们的议论,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 赵光义的四弟赵廷美得知金溃之盟的事情后, 前去问赵光义, 咱妈当初和咱哥做约定的时候, 难道一个字也没提我吗? 言下之意就是, 赵光义手中的权力他也应该分一份, 为此, 赵廷美和赵光义之间一直矛盾不断, 有时候甚至在朝堂上争吵, 这让赵光义非常苦恼, 但又不知道如何应对, 现在他两个侄子已经死了, 如果再弄死一个兄弟, 恐怕天下人又免不了嚼舌根子, 为此, 他觉得应该继续对赵廷美保持忍让, 不能再让人在背后议论, 但赵普的一番话让他改变了想法, 赵普告诉他, 当初赵匡义要是心狠一点把你干掉, 这个皇帝根本轮不到你当, 听到这里, 他决定除掉赵廷美, 不能让任何人威胁到他的皇位, 于是, 两人便商量如何对付赵廷美, 后来他们想出了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案, 赵光义先是声称自己接到举报说是赵廷美和丞相卢多逊图谋不轨, 紧接着成立了调查组, 对他们俩图谋不轨这件事进行深入的调查, 然后查出了一些所谓的事实, 最后得出结论, 他们俩确实图谋不轨, 调查组表示, 赵廷美经常拉拢群臣, 卢多逊曾经说过, 一旦赵光义死了, 他会效忠于赵廷美, 调查组还说, 没有兵权的赵廷美打算在皇帝游传泛舟的时候将其杀死, 如果这个计划失败, 就打算装病, 等赵光义前来看望的时候, 趁机将其杀死, 群臣听完调查组的结论, 纷纷表示, 赵廷美是无耻小人, 奏请皇帝对他进行严惩, 杀之以后快, 赵光义听完调查组的报告后, 先是杀掉了对赵廷美效忠的文武群臣, 然后表示自己是个重感情的人, 不能杀害自己的兄弟, 于是将赵廷美贬官, 卢多逊被流放, 被贬官后的赵廷美一直处于被监视居住的状态, 没多久就抑郁而终, 此时的赵光义终于松了一口气, 能威胁自己皇位的人全部都死了, 他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高亮和一战留下的耻辱让他迟迟不能忘怀, 尤其是自己大腿上的剑伤反复折磨着他, 寻遍名医也未能治好, 这让赵光义对大辽的恨又增加了一分, 高亮和之战后, 辽国也始终保持对大宋的压迫, 时不时就在边境上挑起事端, 但也仅限于在边境上搞点事, 无法更深入大宋国土一步, 此后三年, 宋辽一直处于相互拉锯的军事, 谁都想把对方干掉, 但谁也没能力把对方干掉, 太平兴国七年, 辽景宗耶律贤病死, 接替皇位的是十二岁的耶律龙婿, 视为辽圣宗, 在背后摄政主持大局的, 便是一代美人萧艳艳,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萧太后, 驻守燕京城的大将韩德让, 就是萧艳艳的初恋, 当时萧艳艳只有二十九岁, 主少陈仪, 再加上女真人和高丽仁, 一直对大辽虎视眈眈, 因此辽国对大宋便暂时没了想法, 不再想着进攻大宋, 虽然辽国对大宋没了想法, 赵光义却依然不死心, 没过多久, 他又重整旗鼓, 准备征讨大辽, 可摆在大宋面前的问题很多,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战马, 要想对付辽国的骑兵, 就必须用同样的方式, 大宋一直以步兵为主, 国内也没有专门的羊马场,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有人主动送来了战马, 这伙人来自西北, 他们是定难军, 后来被人们称作西夏, 安史之乱过后, 郭子怡担心居住在四川的党巷人会作乱, 于是和皇帝商量, 把他们迁往了陕甘宁一带, 后来, 皇朝起义将唐锡宗赶出了长安, 唐锡宗号召天下各民族一起来秦王, 党巷人积极响应号召, 事后, 唐锡宗封党巷人的首领拓拔司公为定难军节度使, 其势力范围以下周为中心, 后来又被封为下国公, 并赐姓李, 从此以后, 这些人摇身一变, 就成了正儿八经的翻阵结帅, 实力进一步膨胀, 虽然实力大增, 但定难军依然对中原王朝比较忠心, 按时缴纳朝贡, 在赵匡印时代, 出于牵制契丹与北汉的目的, 他对定难军非常优待, 其他节度使死后, 要把土地归还给朝廷, 而赵匡印直接允许他们在自己的封地里世袭, 当时的定难军节度使李一音还曾派兵和赵匡印一起打过北汉, 可谓交情深厚, 太平兴国五年, 定难军节度使李继云去世, 他的弟弟李继彭接过了他的位置, 此举引起了族人不满, 李继云的儿子、兄弟和长辈们均表示不满, 认为自己也有资格接替李继云的位置, 太平兴国六年, 银州刺史李克远与其弟李克顺领兵兵袭击下周, 不过,早就得到消息的李继彭以毅待劳, 轻而易举的将来兵击败, 打了败仗的党项贵族们开始向赵光义求救, 希望赵光义能为他们主持公道, 为此赵光义宣召李继彭进京述职, 暂时让李继彭的表叔李克文管理定南军, 李继彭知道此次进京凶多吉少, 他让自己的弟弟李继谦趁乱逃跑, 果然李继彭进京后就被软禁起来, 李继谦跑到沙漠后另立山头, 组织了一支规模不是很大的队伍, 为了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实力, 他奔走于党项族其他部落, 声称大宋要消灭掉党项族人, 他愿意充当先锋军抵抗宋军来犯, 前提是把军队交给他指挥, 其他党项族首领感觉他说得有礼, 于是纷纷向李继谦靠拢, 自此之后, 李继谦便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 在宋军围剿李继谦的前期, 将他打得落花流水, 但李继谦屡败屡战, 凭借自己骑兵的优势, 打不过就跑, 这让宋军感到十分头疼, 他的军队也成为 粘在西北方向的一块牛皮旋, 非常顽固, 但又让大宋无可奈何, 经过一段时间的拉扯, 赵光义见不能彻底消灭李继谦, 便将宋军撤回, 不再继续玩这场剿匪的游戏, 反正他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战马, 于是将精力全部放在对付辽国身上, 在赵光义的主导下, 一场声势浩大的北伐即将开始, 这便是雍西北伐, 赵光义充分吸取了 上次伐辽失败的教训, 兵分三路, 一路以曹斌与米信为主帅, 东出雄州, 主攻幽州, 一路以潘美为主帅, 杨叶为副帅, 西出燕门关, 一路则以田仲晋为主帅, 中出飞狐, 赵光义是这么打算的, 这三路人马里, 曹斌是昔日灭后属宇南唐时的主将, 潘美则是灭南汉的主将, 米信和田仲晋是赵光义的新副将官, 杨叶也就是日后大家耳熟能详的 杨家将中老令公杨继叶的原形, 在对辽战争中战功赫赫, 三路大军共聚精兵二十万, 加上后勤保障人员总兵力接近百万, 可以说, 赵光义这次是彻底把大宋的家底都掏了出来, 决心和契丹人一决雌雄了, 赵光义觉得, 契丹人的防守重心一向是围绕着南京展开的, 当时的南京城就是现在的北京, 让潘美攻打代州, 让曹斌在正面牵制辽国的主力军, 潘美就在西路杀他个天翻地覆, 田崇晋则在中路将契丹人的援军分割开, 为潘美创造一个不受干扰的作战空间, 然后大家把幽州以外的地盘收复得差不多之后, 河滨一处拿下契丹人的南京城, 契丹人却不这么想, 他们觉得, 燕云十六州这边是一马平汤的地形, 如果宋军拿不下南京城作为支点, 随时都可以被辽军打回去, 所以辽军就像宋军预测的那样, 将自己的主攻方向确定在了曹斌身上, 契丹太后萧燕燕果断命令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前去迎击曹斌, 而东京留守耶律抹之, 率领机动力量驰援耶律休哥, 自己则带着小皇帝组织战略预备队准备御驾亲征, 至于潘美他们, 就交给耶律鞋枕带着一支人马和他们斡旋, 只要耶律鞋枕能起到迟滞干扰宋军的作用, 就算完成任务, 于是整场大战的关键现在都落在了曹斌身上, 曹斌是赵宽印的新副将领之一, 但和赵光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怎么密切, 赵光义甚至是有点忌讳曹斌的, 然而作为享誉中外的名将, 这种规模的战役不让曹斌参与进来又不太科学, 所以曹斌虽然成为了东陆军主帅, 但是对这支队伍的操控却一直不是很到位, 而另一方面, 东陆军的粮食快吃煤, 这实在是很荒谬,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大宋要打这么大规模的仗, 粮草肯定是早就准备好的, 然而一方面辽军骚扰的厉害, 另一方面, 可能宋军的后勤调度上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 所以东陆军的粮食供应出现了问题, 曹斌当时已经打下了桌舟, 和耶律休哥隔着一条桌水相互对峙, 战略相持的任务做得很好, 但是相持得再好, 没有吃的也相持不下去, 于是曹斌思前想后, 决定收缩一下, 退回熊州, 曹斌的想法很好, 他认为, 逐州是个小城, 无险可守, 只要粮草补给供应充足, 宋军随时可以再把他夺回来, 但要是因为死守捉舟而导致大军, 内无粮草, 外无援兵被辽军吞掉, 那麻烦可就大了, 但是, 远在开封的赵光义听到这事, 却大发雷霆, 他觉得在两军对峙的关键时期, 不能后撤进行粮草补给, 这样会影响士气, 也会让敌军有机可乘, 于是, 远在开封府的赵光义, 给曹斌下了死命令, 必须立刻返回卓州, 并与米信军队会合, 严格按照当初制定的战略部署打, 和辽军保持对峙之势, 于是, 曹斌按照皇上的指示, 准备带着队伍打回卓州, 然而, 这一来一去的, 队伍里不满的声音可就越发高涨了, 大家认为, 咱们东陆军速将最多, 实力最强, 可开战以来, 什么都没干, 眼看西陆军和中陆军捷报连连, 心里难免有怨言, 而曹斌心里也有苦衷, 他这么做都是皇帝的命令, 他也没有办法, 于是, 曹斌领着东陆军, 极不情愿地返回卓州, 他们以归宿的方式行军, 从雄州到卓州一百多里的路, 东陆军竟然走了二十多天, 平均每天进军不到五里, 之所以如此之慢, 一方面是由于辽军一直在利用自己的青旗进行骚扰, 另一方面, 则是由于北孔冒进出事的曹斌, 要求全军上下边走, 边在道路两边挖反骑兵壕沟, 防止辽军大举进攻, 而此时, 萧太后的主力正在星夜兼程赶往卓州的路上, 当疲劳的宋军终于有惊无险地拱到卓州城的时候, 他们惊讶地发现, 现在他们要面对的, 已经不仅仅是原来的地方守备军了, 在这种情况下, 撤退成了曹斌唯一的选择, 耶律休哥已经埋伏在身后, 打算给曹斌来一个出其不意, 于是曹斌在前面跑, 耶律休哥在后面追, 终于在骑沟关, 辽兵追上了宋军, 曹斌和米信在突围的时候, 被耶律休哥杀了个人仰马翻, 侥幸逃脱的宋军因为缺少有效指挥, 已经变成惊弓之鸟, 他们在逃往益州的路上, 又被耶律休哥一顿摩擦, 数万宋军又损失大半, 至此, 赵光义的北伐计划算是彻底破产了, 但他不想把中陆军和西陆军尽快撤回来, 想让潘美顺便把山后几个州的军民都给撤到大宋境内, 算是此次北伐的一点收获, 但是在撤回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 当时西陆军的主帅是潘美, 副将是杨叶, 还有一个监军叫王申, 杨叶是一个非常能打的人, 为人又一搏云天肝胆相照, 杨叶原名杨崇贵, 家住太原一带, 他的父亲是个特别能打的土匪头子, 最开始看不惯契丹人总到自己这里打草股, 于是自己拉了一支队伍和契丹人互殴, 自称临州刺史, 后来后汉招降了这个好汉, 杨叶则几经辗转, 到了刘崇手下, 在后州灭后汉时拒不投降, 建立了北汉政权, 刘崇为了拉拢杨叶, 收了他做干孙子, 赐名刘继业, 大宋灭北汉时, 他一直抵抗到最后客, 到最后, 北汉君主刘继元投降了他还在坚持战斗, 赵光义对他这种抗战到底的行为极为欣赏, 于是让刘继元劝降了他之后, 给他恢复本名, 并任命他为支带州兼二郊驻驳兵马部署, 杨叶在新的岗位上可谓刻进职守, 在和辽军的大小战斗中立下了汉马功劳, 被契丹人称为杨无敌, 而当时他的上级则是三郊都部署攀美, 攀美的心胸比较狭隘, 他觉得杨叶是一个降将, 根本不能和自己相比, 但看在他战斗力爆表的份上, 暂时忍住了脾气, 在撤退百姓的方案上, 杨叶和攀美产生了分歧, 杨叶认为, 现在不能和契丹人正面硬杠, 应当采取一些委婉的办法, 比如, 一边用弓弩手和骑兵随时机动防御, 另一方面, 积极联系内地守军进行接应, 把老百姓安全护送到目的地, 而这个方案遭到了王申的无情嘲讽, 他嘲讽杨叶被契丹人称为杨无敌, 怎么面对比自己人多的契丹大军, 就想到了逃跑, 他觉得杨叶应该正面和契丹人打一场, 否则就是有二心, 攀美听完表示同意, 杨叶受不了别人说他不忠诚, 于是, 一气之下做了一个不理智的决定, 跟契丹人正面干一场, 他带着将士们出去阻击契丹人的进攻, 给百姓撤退争取时间, 当他领着几百名士兵残血归来的时候, 却发现攀美已经和王申偷偷溜走了, 此时的杨叶再也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悲怆, 我为北汉尽忠, 国主却先我而降, 我为大宋尽忠, 大宋却无情地抛弃了他, 那一刻, 杨叶心里犹如万剑穿心般痛苦, 最后, 在契丹人的围攻中, 他的战马重剑身亡, 他也被契丹人俘虏, 辽军俘虏了杨叶之后, 耶律携诊兴奋至极, 他没有去侮辱杨叶, 而是亲自劝降, 希望他们归顺辽国, 而此时一心求死的杨叶内心一片哭泣, 最终绝食三日身亡, 此次惨败让大宋元气大伤, 不但损失了大量士兵, 也折损了杨叶这种战功赫赫的老将, 赵匡印留下的军事遗产, 经过赵光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 几乎被透支得干干净净, 战争结束后, 开封府里没有任何反思的声音, 而是相互甩锅, 皇帝认为此次兵败的原因是因为武将们战斗不力, 尤其是曹斌没有严格按照自己的战略部署去打, 导致全面被动, 而文官们则忙着批评皇帝浩大喜功, 不该倾全国之力发动北伐战争, 文臣的无耻之处在于, 当初是他们穿夺赵光义去打契丹人的, 如今却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与大宋一片阴沉不同的是, 打了圣仗的辽国举国同庆, 不但守住了燕云十六州, 还俘虏了大名鼎鼎的杨无敌, 这是辽国建国以来对大宋取得的最大胜利, 耶律修哥作为最大的功臣, 成为了国家英雄, 后来耶律修哥想乘胜追击打到黄河边上, 重新和大宋划分边界, 谨慎的萧燕燕及时制止了他, 至此, 宋辽之间迎来了短暂的和平, 雍西北伐的失败让赵光义彻底明白, 在武功方面, 他永远达不到他哥哥的高度, 无论从战略还是气魄上, 赵匡胜都是整个大宋的天花板, 既然武功方面比不上哥哥, 那就在文质方面下一番功夫, 否则大宋的臣子们会觉得他一无是处,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 赵光义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他开始中文轻武, 不断提高文官地位, 加强制度建设, 为了杜绝文官夺权, 太监干政, 武将造反此类事情发生, 他制定了一套防避措施, 防避措施的核心是让管理机构相互重叠, 把权力分散, 从制度上杜绝权力往个人手中集中, 于是,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 北宋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基础政治架构, 首先是对宰相权力的分散, 北宋继承了五代以来的政治架构, 由中书省来负责一般的政务工作, 最高官员为宰相, 而军事问题则交由淑密院负责, 其最高官员为淑密使, 两者相互独立, 因此号称梁府, 而淑密使的地位与副宰相差不多, 被称为执政, 而宰相与执政一起被称为宰职群体, 不过除了梁府之外, 还有两个系统也是独立向皇帝汇报工作的, 其中一个是监察部门, 也就是御史台, 其最高长官是御史中成, 另一个则是财政部分, 也就是掩铁, 户部, 杜之三思, 三思的最高官员叫三思史, 号称迹下, 不过其地位依然是低于宰职群体的, 后世赫赫有名的包工, 他在最显赫的时候, 先后担任御史中成, 三思史, 疏密副史, 一直到死前才刚刚摸到宰职队伍的边, 而在地方管理体制上, 北宋施行的是中央, 陆, 州, 县的四层管理体制, 这跟今天的中央, 省, 市, 县的管理体系有相似之处, 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其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陆与州都不是一个最高长官说了能算的, 比如说, 州的最高长官是知州, 可州里还有一个通判, 这个职务本来是北宋开国之初, 由中央派到地方的监察与辅助官员, 赵匡印时期, 打下了新地盘就直接归中央管, 可中央肯定没有那么多人手去直接替换各地原有的官员, 因此, 有了新地盘之后, 假如这个官员还可以, 就先留用, 然后派一个自己人过去监管辅助办公, 这个人就是通判, 后来这个制度就保留了下来, 通判作为知州的副手长期存在, 但直接向监察部门报告工作, 假如用今天的情况来做个比喻, 那他就相当于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到了鹿这个级别, 就更乱了, 北宋鹿一级行政机构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 就是转运司主要负责财政工作, 暂时为中央高效地收集粮草财物, 确保大宋的战争机器能够正常运转, 然而, 随着天下的重新统一, 宋太祖就把这个机构的一部分监察与司法的权力, 分了出去, 成立了提点刑御司, 之后为了应付战争和进行改革, 北宋又先后在鹿一级的行政区划上, 成立过安抚史司与提举长平司, 但却始终不在路上设置固定的最高长官, 这就好比是今天一省不设省长, 而由四个大厅分别行使权力一样, 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分权, 除此之外, 最绝的还得属北宋的官职体系, 北宋的官职和差遣是分开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官代表一个级别, 用来确定一个官员的等级与薪水, 而差遣才是这个官员的实际职务, 其中最妙的就是这个职, 这是一个完全用来给文官贴金的荣誉头衔, 宋代官职指的是专门在崇文院供职的文学士们, 这个供职的门槛相当之高, 需要经过专门的选拔才能进入, 如果一个文官不在管内工作而获职, 就叫做贴职, 而这个职也就理所当然的被视为一种学富武车, 饱读诗书的荣誉头衔了。 我们来举个例子, 以大家特别熟悉的包拯为例, 它的正式头衔是龙图阁直学士, 全知开封府, 幼斯郎中, 你大概可以将其理解为清华大学郑教授, 北京市市长, 民政部副部长, 其中, 龙图阁学士是包拯的职, 全知开封府指的是他的差遣, 那个幼斯郎中则是他的官了。 不仅如此, 赵光义还在朝廷里带头学习, 宣称自己手不试卷, 同时让文臣武将们也要加强学习, 为了检验学习成果, 赵光义还时不时地进行心得交流, 官员们为了证明自己有知识, 在已经做官的情况下, 还去参加科举, 通过科举上来的官员能得到飞速提拔。 科举官员提拔的速度之快, 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取得进士身份之后, 最快十几年就能做到宰相, 差不多相当于通过公务员考试后, 十年干到国务院总理。 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 大凡有点出息的人, 全都以读书重举为终极人生目标, 没人愿意拼死拼活去当兵,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文官们同时把面子和权力揽在怀里, 而武将们的权力和地位则被不断打压, 文武大臣之间的层次差距开始显现了出来, 北宋的士大夫统治也变得稳固, 而这种政治风气, 最终形成了北宋的祖宗家法, 在赵光义的最后几年, 除了宋辽边境上的日常摩擦之外, 最让他头疼的就是西北的李继谦, 李继谦这些年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 不仅在西北混得风生水起, 还搭上了辽国的县, 让辽国把一个公主嫁了过来, 辽国给了李继谦一顶大帽子, 封他为西夏国王, 大家心里都清楚, 封一个国王室小, 让他一直在大宋的边境上搞事, 持续给大宋放血才是正经, 而宋朝几次与他交手都没能占到便宜, 西夏彻底成了宋朝在西北地区的一块溃疡, 而且眼瞅着就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此时的宋太宗已经年过半百, 高粱和一战中留下的剑窗始终在折磨着他, 他知道自己可能大陷将至, 此时即便是再不情愿, 也需要考虑继承人的问题了, 赵光义一共有三个儿子, 大儿子叫赵元佐, 和赵廷美的关系非常好, 当他得知赵廷美被软禁致死的消息后, 受不了这个打击, 干脆疯了, 二儿子叫赵元佑, 这个儿子有一定的能力, 以赵浦为代表的一众老臣, 曾公开支持过他, 但不幸的是, 赵元佑在公元992年暴毙身亡了, 此时只剩下三儿子赵元侃还是个正常人, 公元994年, 赵光义封赵元侃为兽王, 加俭教太父, 开封府尹封王, 加上开封府尹, 这基本上就是五代到宋初的标准皇储配置了, 实际上, 此时的赵光义对立赵元侃为太子这件事上还是犹豫的, 直到寇准的出现, 才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立赵元侃为太子, 寇准是太平新国五年的进士, 刚正不阿, 足智多谋而著称, 这样性格也让赵光义十分器重, 寇准身上有读书人的清高, 喜欢刚愎自用, 经常和别人发生争执, 因此在朝堂上树立了不少政敌, 有一次, 寇准在大街上遇到一个疯子, 对着他高喊万岁, 这是被他的政敌得知后, 立马跑到赵光义面前打小报告, 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大事, 以赵光义的智商也能看出其中的端倪, 但寇准和其他大臣因为此事不停地在赵光义面前争吵, 让皇帝十分烦躁, 一气之下, 把他和他的政敌同时赶出了京城, 到地方为官, 至到元年, 寇准被召回朝堂, 赵光义一见到他就把心中的困惑说了出来, 问他立太子这事应该怎么办, 寇准听到皇帝这么问就知道, 一定有人在后面吹风, 而吹风的人正是太监王继恩和李皇后, 他们想让赵元任做太子, 试想一下, 一旦疯子成了皇帝, 那整个国家都是王继恩和李皇后说了算, 从旁观角度来看, 正常人都不会让疯子做皇帝, 而赵光义身为局中人, 长期听到李皇后和王继恩在耳边吹风, 难免会有动摇, 就在赵光义犹豫不决的时候, 扣准给了他标准答案, 一定不能听后宫那群人的话, 要坚决立赵元侃为太子, 于是, 至到元年八月, 赵元侃正式被册封为太子, 改名赵桓, 立太子消息一出, 满朝文武无不欣喜若狂, 热泪盈眶, 自唐末以来, 已经接近百年没有出现过太子了, 这也导致了皇位交替的时候纷争不断, 此次赵光义策立太子, 是让大宋回到了正统, 从策立太子到驾崩, 赵光义只经历两年时间, 在这期间他讨伐过李济谦, 结果还是大败而归, 自此之后便不再思考出兵打仗的事情, 与此同时, 他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把原来的宰相吕蒙正换为吕端, 之所以这么做, 是出于赵桓登基方面的考虑, 吕蒙正虽然是一位能臣, 但在策立太子方面犯过错误, 当初他和赵元佑关系很好, 曾极力支持策立赵元佑为太子, 这犯了赵光义的大忌, 为了能让赵桓顺利登基, 他决定换掉吕蒙正, 让吕端取而代之, 至到三年, 赵光义病危, 随时有可能驾崩, 此时, 李皇后找到王继恩商讨接班人的问题, 王继恩表示, 富贵显中求, 当初要不是他没听宋皇后的指示, 跑到赵光义府上通风报信, 也就没有现在的荣华富贵了, 他们觉得, 扶持精神病人赵元左上台后, 能获得更多的利益, 于是, 纠集了一小部分人准备拥立赵元左, 此时的屡端感觉到事情不对劲, 在皇上病危之际, 太子应该守候在旁, 一旦皇帝驾崩, 就可以迅速接班, 然而, 他探望皇帝时候, 却发现太子不在身边,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 要么太子不孝顺, 要么皇帝病危的消息被封锁了, 很显然, 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感觉事情不妙的吕端, 立马派人通知太子, 让他时刻做好战斗准备, 事情的发展如吕端所料, 李皇后不但封锁了皇帝病危的消息, 连驾崩的消息都一起封锁了, 李皇后是这样打算的, 他让王继恩邀请吕端进宫, 说是有要事进行商量, 等吕端来到后, 就让内侍进行胁迫, 逼迫吕端承认赵元左是新皇帝, 当王继恩来到吕端府上时, 他已经察觉到皇帝驾崩, 于是, 派人把王继恩反锁在屋中, 然后火速进宫安排太子登基, 于是, 大宋诞生了第三位皇帝, 宋真宗, 可以说, 当初赵光义提拔吕端做宰相, 是非常明智的举动, 如果换作是吕蒙正, 恐怕大宋的第三位皇帝, 就是一个精神病人, 作为皇三代, 宋真宗是非常幸福的, 他登基之时, 大宋的局面要比太祖和太宗时好太多, 此时国内经济繁荣, 政局稳定, 群臣对中央政权高度认可, 不再因为皇帝年轻就出现异心, 以王继恩为首的一小撮反动分子, 也被迅速处理掉, 朝堂之上没有能威胁到皇权的势力, 西下的李继谦也自知无法撼动大宋的地位, 主动前来和大宋议和, 然后将战略重心转移到西部, 专心对付吕蒙人, 此时对大宋构成威胁的只剩下辽国, 自从雍西北伐失利, 辽国彻底掌握了对大宋的战事主动权, 自此之后, 两国进行过大大小小数十场战争, 大宋败多胜少, 景德元年, 辽国萧太后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 战争意图非常明显, 真宗听闻辽军的动向后, 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很兴奋, 他想御驾亲征带兵打仗, 和辽国来一场决议死战, 宋真宗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 并不是具备前两位皇帝的战斗基因, 而是有一次误打误撞, 让他自信心爆棚, 感觉自己能打过契丹人, 闲平二年, 契丹人曾组织过一次大规模进攻, 当时真宗皇帝打算御驾亲征, 不过因为行军速度太慢, 走了几个月才到达河北, 当时契丹人已经抢得差不多了, 大部分军队准备往回走了, 宋真宗到达河北后, 发现契丹人已经跑了, 为了不让皇帝丢面子, 底下的大臣一个劲地拍马屁, 说契丹人是因为听到天子的威名才望风而逃的, 在一片恭维声中, 宋真宗真以为是自己的威名把对方吓跑的, 所以, 此次辽国再次大军来犯, 宋真宗表现得愈悦愈适, 想靠自己的威名把对方吓跑, 刚开始, 大臣们还劝说宋真宗不要去, 最后发现劝不住, 皇帝执意要御驾亲征, 大臣们没办法, 只好把事情往后拖, 说御驾亲征是一项大工程, 要先把朝堂之事安排妥当才能出发, 就在宋真宗为御驾亲征做准备的时候, 辽军突然改变了行军路线, 他们想玩一把刺激的, 绕开大明府等河北重镇直奔开封而来, 上一秒还准备御驾亲征的真宗皇帝, 听闻辽军大举进犯的消息后, 吓得差点瘫坐在地上, 他也不考虑御驾亲征的事了, 赶紧召集大臣们讨论解决方案, 看到皇帝如此着急, 大臣们给的方案就是一个字, 逃, 有人建议皇帝南下退守到南京, 坐镇大后方指挥前线战斗, 也有人建议应该退到四川, 利用天险来阻止契丹人的进攻, 就在满朝文武惊慌失色的时候, 扣准发话了, 他不但不主张逃跑, 反而建议和契丹人正面硬当, 把他们从哪里来赶回哪里去, 扣准此时刚回朝不久, 虽然此前在策立太子的时候帮过真宗, 但因为性格过于刚烈, 处处受到朝中同僚排挤, 因此被贬到外地一段时间, 但又因为自身实力过于强悍, 建设大宋不得不需要他, 后来又把他请了回来, 扣准指出, 以斗争求和平, 则和平存, 以妥协求和平, 则和平亡, 大宋疆域虽广, 但整个核心就在开封府, 现在大宋名将云集, 契丹人又是孤军深入, 如果此时皇帝逃跑了, 不但会成为笑柄, 将来也不会再有人替皇帝卖命, 扣准的一番话, 让真宗感觉很有道理, 但道理归道理, 真宗还是无法战胜内心的恐惧, 契丹人这么强, 要如何打败他们呢? 对此, 扣准也给出了答案, 要真宗御驾亲征, 不逃跑已经是真宗的底线了, 让他御驾亲征, 这不是要了他的命吗? 对此, 真宗坚决不同意, 后来, 扣准把边关暴击的奏折故意扣下不报, 攒了一堆后, 直接拿到皇帝面前, 真宗看到堆积成山的奏折, 心里一横, 亲征就亲征, 好歹也硬气一次, 此时的辽军已经兵临缠州城下了, 只要越过护城河, 就能随时打到开封, 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 稍有不慎, 就会让靖康之耻提前百年上演, 宋真宗战战兢兢地离开了开封, 一路上故意磨磨蹭蹭地赶路, 开封到禅州仅仅二百多里路, 大军足足走了五天才到, 在这期间, 不断有人劝真宗逃跑, 扣准得知此事后对真宗连虎带下, 最终才让他彻底放弃逃跑的想法, 硬着头皮到前线迎战, 真宗到达禅州后, 宋军士气大振, 三军将士们各个斗志昂扬, 辽军主将萧塔林竟然在视察地形的时候, 被宋军用床子弩一箭射死了, 辽军士气顿时一落千丈, 虽然宋真宗的到来让士气大振, 但他还没从惊恐中缓过来, 整日坐卧不安, 他总以为自己被扣准坑了, 他派人去查看扣准的一举一动, 如果扣准有逃跑的迹象, 他也要撤军, 顺便给扣准质一个欺君之罪, 后来小太监来报说, 扣大人每天都和他人悠闲地喝酒, 喝多了就玩头子唱小曲, 完全没有紧张的意思, 听完汇报后, 宋真宗才稍缓一口气, 在他眼里, 扣准是一个能人, 既然他表现得如此悠然自若, 说明事情并不严重, 此时的战场形势十分有趣, 宋真宗与辽军在蝉州城对峙, 而辽军身后, 还有若干小谷宋军和一支近十万人的主力部队在定州, 辽国发现, 自己肯定打不到开封了, 而当初进军的时候太过深入, 一路上城池还在宋过手里, 这要是强行进攻, 就是个关门打狗的架势, 然而宋军不知道的是, 宋真宗已经没法调动辽军身后的定州军了, 定州军的指挥叫王超, 他是太宗旧臣身材魁梧, 看着相当有压迫感, 辽军入侵的时候, 他的定州军就始终龟缩不动, 等到辽军主力和宋真宗开始对时, 他依然于龟缩不动, 为此, 真宗多次下旨要求王超出兵, 但他对圣旨视若无误, 坚决不出兵, 真宗的内心既愤怒又慌张, 但又无可奈何, 此时不能爆出军臣之间的矛盾, 否则就会出现内乱, 但辽军并不知道定州军失控的消息, 而是担心定州军对自己虎视眈眈, 一旦父辈受敌, 就有可能全体折在这里, 事情发展到这里彻底僵持住了, 都等着对手先动手, 但对方却迟迟不肯动手, 僵持了一段时间后, 双方打算和谈, 辽国只想要点钱, 对国内有个交代就行, 毕竟大军长途跋涉的出动, 要是一无所获回去不好交代, 但他们也做好了两手空空的准备, 要是大宋什么都不给, 鉴于当前的形势, 也只能空手回去, 而宋真宗想的是, 只要辽国能退兵, 要多少钱都愿意给, 千万不能打起来, 让他这个皇帝丢了性命, 刚开始谈判的时候, 一般都会狮子大开口, 然后等着对方还嫁, 辽国上来就主张大宋割地, 他们说周朝的时候, 郭荣北伐拿了关南石县, 他们要求大宋归还关南石县, 对此大宋表示反对, 大宋的底线是, 要钱可以, 割地坚决不可能, 宋真宗觉得, 只要能搞定这事, 拿一百万出来也行, 而扣准则告诉主持谈判的曹利用, 只要超过三十万, 自己回开封以后, 一定想办法让他下台, 于是经过艰苦的谈判, 曹利用将最终的结果带了回来, 大宋每年给辽国卷二十万匹, 银十万两, 此消息传出后, 大宋君臣全都欣喜若狂, 欢庆胜利, 禅渊之盟虽然是以宋朝进贡的方式结束, 但对宋辽两国来讲都是好事, 双方得以喘息之机, 另外, 随着宋辽关系的缓和, 长期依赖辽国的党项人也安定下来, 不再频繁侵略边境, 这个结果让宋真宗和寇准十分满意, 自此之后, 寇准在朝中的地位飙升, 他更是以禅渊功臣自居, 做起事来更加刚愎自用, 宋出以来, 宰相的权力已经被太祖太宗皇帝削了又削, 太祖皇帝设置三思将财政权从宰相手里拿走, 设置疏密院, 将军政大权从宰相手里拿走, 太宗皇帝频繁换下, 坚持增设冗关, 用制度约束人, 用文化影响人, 就是为了不让宰相大权独揽, 对皇权产生威胁, 尽管扣准功劳很大, 可一旦飘飘然就会迎来灾难, 更何况, 还有许多看扣准不顺眼的人, 始终想在暗地里给扣准来一下, 比如说, 王亲若, 当初禅州之战的时候, 王亲若在危急时刻被派到了大明府, 以稳定河北局势, 后来, 禅渊之盟完事以后反经述职, 被真宗重赏, 原本还挺开心, 结果仔细一看, 却发现, 自己的老对头扣准, 俨然已经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风头完全压倒了自己, 于是, 王亲若开始冥思苦想, 想要把扣准搞倒搞臭, 王亲若十分聪明, 他明白, 自己要是上来, 就跟扣准硬碰硬, 多半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现在就要暂避锋芒, 虚献救国, 在一次朝会结束之后, 王亲若来到真宗身边, 不解地问, 陛下您为什么对扣准如此敬重, 难道是就是因为禅渊之盟吗? 真宗听完点点头表示同意, 王亲若说, 扣准那么做, 是拿皇帝的身家性命在赌, 赌赢了, 他扣准从此扬名立外, 赌输了, 皇帝和大宋都要玩完, 而扣准可以改投大辽国, 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这次缠冤之盟, 全天下人都以为是扣准的功劳, 殊不知, 如果这一切没有陛下您的成全, 根本不可能完成, 扣准这是把陛下您当做他扬名立万的跳板, 经过王亲若这一番忽悠, 本来对扣准就有些怨言的宋真宗, 这下看扣准更加不顺眼了, 他越来越感觉自己被扣准耍了, 随后不久, 他就找了个机会把他贬到陕州, 第二天就任命王亲若为宰相, 直接接替扣准的位置, 把扣准弄走还不算完, 王亲若继续鼓动皇帝进行封扇大典, 所谓的封扇, 是中国历史上规格最高, 规模最大的祭祀仪式, 通过封扇大典, 可以把上天的能量加持到国家上面, 或者说加持到皇帝身上, 但封扇大典并不是随便就可以举行的, 必须在天降祥瑞的时候才可以, 但此时天上并没有祥瑞, 真宗又一心想要封扇, 该怎么办呢? 既然有了封扇的想法, 有祥瑞要上, 没有祥瑞制造祥瑞也要上, 于是, 宋真宗和王亲若开足玛丽开始准备祥瑞, 他们首先要搞定的就是文武百官, 虽然现在扣准已经不在朝中了, 但仍有一些反对派看不惯皇帝的言行, 感觉不对的地方就会出来指指点点, 要是载职大臣们出来反对, 宋真宗的封扇之路就比较困难, 为了让大臣们不要乱说话, 宋真宗用了最俗气但也最有用的一招, 那就是贿赂大臣, 很多时候, 人性在金钱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只要给的钱够多, 就能让他们改口, 宋真宗拿钱开路, 堵住了大家的嘴, 即便心里不认同皇帝封扇, 但起码嘴上不说了, 宋真宗一看形势大好, 于是把自己的祥瑞抛了出来, 景德五年, 宋真宗召见群臣, 表示昨晚有神仙托梦, 给了他三卷添书, 书里写着赵寿命, 兴于宋, 傅于衡, 居其器, 守于正, 誓七百, 九九定, 剩下的大概意思就是, 真宗是个好皇帝, 宋朝江山万万年之类的, 大臣们一听, 瞬间整个朝堂沸腾了, 大宋前两位皇帝在誓期间都没出现过祥瑞, 如今居然有神仙给真宗托梦, 这是天大的祥瑞, 必须举国同庆, 丰善庆祝, 托梦的消息传出去之后, 各地官员纷纷上表, 请求皇帝举行丰善大典, 起初宋真宗还象征性地推辞一下, 后来看文武百官的热情过于高涨, 无奈之下, 只好接受大家的请求, 他宣布举行丰善大典, 于是轰轰烈烈的丰善活动开始了, 真宗四处出击, 风扇泰山赐焚音, 四霸焚音赐西月, 四丸西月封五月, 自从宋真宗开了个祥瑞的头, 大宋各地祥瑞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官员们奏报出现了仙鹤来祥, 五星顺色同行, 黄河成青等祥瑞, 一时间各地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庆祝活动, 大搞迷信的代价是, 国库被掏空, 仅风扇泰山一项就花费八百余万贯, 从大中降伏元年开始到真宗驾崩的十五年间, 宋朝至少花费了数千万贯在各种迷信活动上, 将宋出太祖太宗留下的一点积蓄, 基本挥霍殆尽, 王亲若则作为真宗的第一助手, 在历次闹剧中充当导演, 而参之郑氏丁卫, 三思史林特, 龙图阁学士陈鹏年, 黄成史刘成归等人, 整天给真宗灌迷魂汤, 为迷信活动献祭献策, 劫心尽力, 人称无鬼, 朝中其他大臣或装聋作哑, 或随波逐流, 偶尔有几个直言见上的, 真宗就采取三不正策, 不听取, 不采纳, 不追究, 就在王亲若春风得意, 忘乎所以的时候, 一不小心犯了真宗的忌讳, 他因为结交了一个私藏禁书, 会摆弄妖术的道士, 引起了真宗的反感, 最后被贬到杭州, 此时被贬在外的寇准, 一心想回到朝中, 但只有讨得真宗的欢心, 才能重回朝堂, 于是他放下脸皮, 趁着风扇之风还没过去, 给真宗上供了一份天书, 里面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话, 真宗看后大喜, 将寇准罩了回来, 重新担任宰相之职, 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重回朝堂的寇准, 又回到之前刚愎自用的状态, 看不惯有些人挪言蔽息的状态, 在一次吃饭的时候, 他的胡须上沾了点汤, 他的副手丁卫赶紧用袖子帮他擦干净, 寇准嘲讽地说道, 你一个大宋公骨之臣, 用袖子给长官溜须, 这样合适吗? 丁卫听完后老脸一红, 从此以后就多了一个成语, 溜须拍马, 被当中羞辱的丁卫怀恨在心, 从此以后决心和扣准杠到底, 只要有机会就将其拉下马, 恰巧此时宋真宗患上了风级, 头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看到真宗这番模样, 真宗的皇后刘氏感觉的早做打算, 万一哪天真宗突然驾崩, 得为急流条后路, 思前想后的刘皇后, 开始与贴身太监周淮正谋划坚国事宜, 这位名叫周淮正的太监非常有手段, 他和太子赵真的关系非常密切, 在私下里, 太子称呼他为周家哥哥, 所以周淮正非常支持太子进行坚国, 太监和皇后虽然是皇帝身边的人, 但毕竟没有实权, 要先让皇帝同意坚国, 必须找宰相来商量一下, 于是周淮正把消息透露给扣准, 扣准听完后感觉有道理, 于是进宫和皇帝讨论太子监国的事宜, 在他的劝说下, 真宗点头同意了, 一切交给扣准来办, 于是扣准就开始发动朝臣给皇帝上书, 建议让太子监国, 实际上这就是走个流程, 但流程走到一半的时候, 真宗的毛病又犯了, 头脑一片糊涂, 此时丁卫跑到宫中告扣准的状, 说扣准私下里告非法政治串联, 让太子监国就是为了争夺皇权, 此时真宗的脑子已经完全糊涂, 完全忘了太子监国这事是经过他同意的, 一听自己的皇权受到威胁勃然大怒, 直接把扣准贬出京城, 眼见太子监国的事情要泡汤, 周怀正有点着急, 因为此时流皇后已经和丁卫走到了一起, 万一到时候这群人来一个太后摄政, 那么他和太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于是他准备当机立断, 用尽一切办法让太子登基, 如果此事得逞, 凭借自己和太子关系, 下半辈子是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想到这里周怀正准备出手了, 周怀正的计划是这样的, 通过政变先干掉丁卫, 让扣准做宰相, 再废掉刘皇后, 拥立太子登基让真宗做太上皇, 但不幸的是, 周怀正前脚和心腹商量完政变的事情, 后脚就被人出卖了, 周怀正人头落地的同时, 扣准也跟着受牵连, 本来扣准对此事毫不知情, 只是因为周怀正里的计划有他, 因此被丁卫疯狂打压, 被一扁再扁, 最后被扁到雷州, 就是今天的广州省雷州市, 在大宋时期, 雷州是个荒凉的布毛之地, 条件非常艰苦, 公元1023年, 扣准也死在了雷州, 扣准的上半生活得精彩得意, 下半生却接连失忆, 最后死的时候, 连藏规故里的钱都拿不出来, 扣准也算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典型案例, 周怀正谋反不但牵连了扣准, 还牵连了一大批人, 这其中就包括太子, 此时的真正已经杀红了眼, 谁都不相信, 最后连太子都想治罪, 最后在百官们的劝说下才回过身来, 真宗就这么一个儿子, 万一太子被干掉了, 大宋也就后继无人了, 前兴元年, 宋真宗咽下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口气, 便撒手人寰, 宋人宗正式登基, 太后留额设政, 大宋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 留额上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天书都给真宗皇帝陪葬了, 然后开始动手收拾丁位, 借口真宗寝陵出了问题, 把丁位贬到了崖州, 这地方在海南岛上比雷州的还远, 留额的出身十分低贱, 他年幼时嫁给了一个姓隆的银匠, 随着自己的丈夫走街串巷打波浪鼓招揽顾客, 后来真宗做王爷的时候, 想搜罗几个美女, 供银匠瞅准机会, 宣称刘额是自己表妹将其送入宫中, 真宗一见之下大为欢喜, 十分宠爱, 后来刘额历经波折, 冲破重重阻挠, 终于坐上皇后宝座, 其中固然与真宗的宠爱离不了干系, 然而刘额本身十分聪慧, 在跟了真宗之后始终坚持学习, 自主的学习经历也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时, 真宗以死天书闹剧告一段落, 不用再向封建迷信活动疯狂砸钱, 而边境上也十分太平, 因此, 刘额得以能够较为从容的治理国家, 刘额在位期间始终把持朝政, 虽然最初宣称, 等到皇帝大一点就让他亲政, 但是皇上一天天长起来, 刘额却始终没有让他亲政的意思, 不仅没有这个意思, 要是有哪个不开眼的大臣, 敢在刘额面前提起这事, 搞不好还会被调离外地, 不过, 刘额虽然权力欲膨胀, 但出身低贱, 娘家势力实在是微不足道, 所以, 尽管刘额在位期间曾经数次试探过众位大臣, 甚至在晚年搞出了穿着天子滚冕, 到太庙祭祀的闹剧, 但终究没能更进一步, 做出武则天那样的事情来, 刘额垂帘听政十一年, 明道二年撒手人寰, 仁宗皇帝亲政, 仁宗痛哭流涕, 悲痛不能自已, 大臣们看到伤心过度的人宗, 告诉了他一个秘密, 他们说, 刘太后并不是皇帝的亲生母亲, 皇帝的亲生母亲早已经去世了, 仁宗听完之后, 从悲伤情绪中走了出来, 取而代之的是愤怒, 他想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 也想知道自己母亲有怎样的遭遇, 于是, 命令大臣们去调查, 一定要查出个满意的结果, 一查不要紧, 这其中果然有猫腻, 当初刘额还是嫔妃的时候, 真宗想立她为皇后, 但皇后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当的, 刘额不但出身低贱, 也没有给皇帝生个儿子, 没有当皇后的资格, 所以大臣们极力反对立刘额为皇后, 尽管刘额深受真宗的喜爱, 但始终没能生育, 看到其他嫔妃不停地生孩子, 她心里十分焦急, 此时, 真宗的另外一个嫔妃李氏恰好怀孕, 刘额看到后生出了一条毒计, 她算准了李氏的怀孕日期, 假装自己也怀孕, 等李氏生产的那天, 刘额命人直接把孩子抱过来, 说是自己所生的, 从此以后, 刘额便凭借这个孩子一步登天, 好在刘额并没有进一步迫害李氏, 对他照顾有加, 李氏也自知势单力薄, 自始至终都没有和仁宗相认, 宋真宗死后, 刘额安排李氏为真宗守灵, 彻底断了他和仁宗相认的可能, 仁宗知道, 自己的身世以后极度崩溃, 加上有人在一旁添油加醋, 简直就要把刘氏一族满门抄斩, 但打开李建飞的棺材一看, 发现竟然是以皇后官服下葬的, 顿时心头一块乌云散去, 觉得虽然自己亲娘一直没能与自己相认, 这是挺遗憾的, 但刘额肯定没像这些人说的那样, 是把自己亲娘迫害致死, 于是, 在感慨自己身边这些人真能胡说八道之语, 仁宗依然直笑子李安葬了刘额, 并重新安葬了自己的生母李妃, 离猫换太子的故事, 正是取材于这段故事, 等了十一年的人宗, 终于有机会亲政, 亲政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清除刘额的势力, 几乎把刘额有牵扯的人全部杀了, 与此同时, 还有人在仁宗耳边吹风, 让他把刘额摄政期间的所有政策都废掉, 不能留下一点痕迹, 起初仁宗准备采纳这些建议, 后来范仲淹果断劝住了他, 范仲淹说, 刘额的人品虽然不行, 但摄政期间颁布的一些政策并非一无是处, 有些对国家还是有好处的, 皇上应该把刘额的人品和颁布的政策分开, 不能一棍子打死, 否则对大宋发展不利, 范仲淹时任又思见, 当刘太后摄政专权的时候, 他曾经多次要求刘太后还政于仁宗, 刘太后死后, 他又劝仁宗以大局为重, 不要被个人感情左右了国家方向, 仁宗感觉范仲淹说得很有道理, 同时认为他是一个能臣, 因此听从了建议, 其他官员一看, 皇帝不再清算刘额的遗留问题, 进而开始提其他建议, 尽管这些百官平时善于溜须拍马, 但在看问题的时候还是有高度的, 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三冗问题, 所谓的三冗问题, 指的是冗费、冗官和冗兵, 简单来讲就是官员太多, 士兵太多, 国家开销太大, 早在真宗当政期间, 就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 这也是束缚大宋进一步发展的弊病, 可以说整个大宋的改革, 实际上都是围绕三冗进行的, 只不过发现问题很容易, 解决问题很难, 直到大宋灭亡, 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此次群臣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仁宗对此也很重视, 但还没来得及解决就被搁置了, 原因是仁宗的后宫出现了问题, 仁宗年幼时, 游额不许他进行男女之事, 但给他找了一个皇后, 当年郭皇后才13岁, 在刘额的干涉下, 他和仁宗更像是童年玩伴, 后来仁宗逐渐长大, 体内荷尔蒙分泌旺盛, 刘额已经控制不了他, 于是仁宗经常和别的嫔妃行男女之事, 郭皇后是个喜欢争风吃醋的人, 刘额在世的时候, 他还能凭借太后这座靠山打压其他嫔妃, 刘额死后, 郭皇后依然我行我素, 动不动就打压仁宗宠爱的妃子, 但此时仁宗已经亲政, 整个宫里都是他说了算, 有一次, 郭皇后动手打仁宗宠爱的妃子, 仁宗上去拉架, 结果, 郭皇后一巴掌打在了仁宗脸上, 仁宗不但脸被打肿, 皇帝的威严也被打没了, 为此仁宗很愤怒, 想借这个机会把郭皇后废掉, 对于废皇后这件事, 宰相吕一简第一个出来表示支持, 他之所以如此上心, 是因为郭皇后得罪过他, 他们俩一直有仇, 仁宗亲政之初, 在清理刘娥残余势力的时候, 想把吕一简一起清理掉, 因为在刘娥摄政期间, 他做过好几年宰相, 但吕一简能力很强, 平时也没得罪过仁宗, 所以仁宗对他的印象不错, 想留着继续用, 郭皇后却在仁宗耳边吹风, 说吕一简是刘娥摄政时的头号助手, 他一定是太后的同党, 仁宗听后, 为了保险起见, 就把吕一简给罢免了, 吕一简时候得知, 自己之所以被罢免, 是因为郭皇后在仁宗耳边近谗言所致, 吕一简被罢免仅仅半年, 仁宗又把他召了回来, 因为朝中其他大臣能力有限, 只有吕一简能镇得住场子, 回来后的吕一简, 一直寻找机会报复郭皇后, 此时仁宗打算将其废掉, 简直是天赐良机, 于是吕一简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仁宗废后, 吕一简指出, 之所以同意废皇后并不是因为他打了皇帝, 而是他作为异国之母, 这么多年都未曾给大宋诞下子嗣, 为了大宋江山考虑一定要将其废掉, 重新立一个有子嗣的妃子, 仁宗本来就像废掉皇后, 加之吕一简的大力支持, 仁宗很快下召废皇后, 满朝文武得知这个消息后, 几乎要气炸了, 因为自古以来皇帝无家事, 废皇后这种大事不说必须征得大臣们同意, 起码也要和他们商量一下, 如今皇帝不打招呼直接废后, 显然是不把群臣看在眼里, 接下来大臣们集体上书觐见, 劝皇帝收回成命, 吕一简对此早有准备, 他把大臣们的奏折统统都压了下来, 不给皇帝看, 群臣见吕一简封堵沿路, 于是,一起跑到皇帝大殿门口下跪, 用这种方式让皇帝就范, 这其中领头的人, 就是幼斯见范仲淹和御史中成孔道福, 仁宗见群臣在殿外下跪, 虽然感受到一定的压力, 但最终没有选择妥协, 他已经被刘娥控制了十几年, 不想继续被群臣裹挟, 于是干脆下令, 谁反对废后, 一律治罪, 于是,大批官员要么被贬折, 要么被罚款, 这次群体上访事件也给仁宗提了个醒, 他规定, 以后禁见只能秘密上书, 更不能拉帮结伙地在大殿外跪拜, 否则严惩, 通过这次对百官治罪, 仁宗觉得, 自己的威望已经形成, 没人敢再来触犯自己的权威, 于是开始肆无忌惮地淫乱后宫, 整天花天酒地, 这样无节制淫乱的代价就是透支身体, 孤皇后被废才不到一年, 仁宗就因为纵欲过度而出现中风症状, 群臣一看事情不妙, 大宋刚稳定几年, 如果此时皇帝驾崩了, 又得掀起一阵朝堂争斗, 为了大宋, 也为了自己, 大臣们再次联合起来觐见, 把皇帝平时最宠爱的几个美人, 强行赶出宫外, 然后支持曹彬的孙女进宫, 成为皇后管理后宫, 让皇帝专心来操持国家大事, 仁宗亲政之初还比较勤勉, 除了好色之外, 没有其他的大毛病, 吕一俭利用了皇帝好色这个毛病, 他告诉仁宗, 凡事不用亲力亲为, 把事情交给他即可, 剩下的时间可以去欣赏美色, 仁宗听信了吕一俭的建议, 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女色之中, 吕一俭则趁机在朝堂上培植势力, 吕一俭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但并不能掩盖他迅思舞弊把持朝堂的事实, 终于, 有人看不下去, 起来反对吕一俭, 这个人还是范仲淹, 上次劝谏皇帝被贬之后,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干大臣, 很快又被皇帝召回宫中, 因为治理国家需要人才, 皇帝也是一时生气, 等气消了, 就重新启用他们, 在人事任免问题上, 范仲淹和吕一俭发生了严重的矛盾, 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然而, 范仲淹比不过吕一俭的势力, 在吕一俭的打击下, 范仲淹再次被贬, 同时, 与他关系紧密的人都被视作反动集团, 统统遭到了处理, 这其中就包括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 在范仲淹被打击的同时, 支持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甚至有人主动承认是范仲淹的同党, 以此来声援范仲淹, 但因为吕一俭的势力过大, 在朝堂争斗中华依然占据上风, 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邪, 春风得意的吕一俭以为整个朝堂都是他说了算, 动不动就弹劾别人, 有一次吕一俭和宰相王增在朝堂上大打口水战, 仁宗皇帝正好心情不好, 听到两人争吵感到异常烦躁, 一怒之下把两人都撸了下去, 朝堂之争总算是消停一会儿, 仁宗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但好日子没过多久, 边关就传来十万火急的消息, 当年宋辽签订禅渊之盟后, 李继谦也和大宋讲和, 相互之间维持着和平, 李继谦死前告诉自己的儿子李明德要继续延续这种局面, 不要和大宋起争执, 李明德也很好地继承了父亲的意志, 李明德死后, 他的儿子李元浩把祖辈们的政策都给推翻了, 李元吴号称王霸之才, 出身不凡又勇武超群, 精通汉, 藏文字, 通晓佛学又饱读兵书, 在西夏跟吐蕃的征战过程中功勋赫赫, 他觉得这些年党向人被大宋影响的已经不像党向人, 全面学习汉人的文化习俗, 把党向人的传统都忘了, 再这样下去, 党向人就会失去血性, 于是他决定全面去掉大宋的影子, 第一件事就是改变发型, 他先戴头把自己的头发剔了, 只留并角的部分, 头顶全部剔光, 这是一个非常难看的发型, 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地中海, 同时下令, 全国男性必须留这种发型, 否则就杀头, 同时把取自中原的姓氏全部改掉, 换成具有西夏特色的姓氏, 李元浩还禁止党向人使用汉字, 他命人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西夏文字, 用这种方式来加强西夏人的印记, 在实行文化方面的改革后, 他又着手强化军队, 建立起一直隶属于皇室的精锐部队, 并规定各个部落60岁以下的男子二丁抽一, 建立起了常备军制度, 在李元浩之前, 李继谦和李明德为了维护和大宋的关系, 一直没有选择称帝, 而李元浩接手西夏后, 在称帝问题上起初也是犹豫的,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让他坚定了称帝的决心, 保元元年, 李元浩的从书, 协助其执掌军政多年的维明山, 劝阻李元浩不成, 带领家人投奔大宋, 然而, 宋朝延州之州, 觉得这是党向人内部事件, 要是收留下来, 岂不是扰乱别国内政, 万一使得友邦人士惊诧就不好了, 于是, 他们把维明山一家又送回了西夏, 以至于维明山一家被屠戮殆尽, 李元浩通过这件事, 也看到了大宋的软弱无能, 于是下定决心登基称帝, 并与大宋反目成仇, 大宋保元元年十月, 李元浩改国号大夏, 改元天受理法原作, 正式称帝, 李元浩称帝让整个大宋一片哗然, 他们觉得, 李元浩是自己作死, 一个边陲小国居然敢跟大宋对抗, 此时的大宋经济实力,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仅陕西一带的年军费开支就在千万级别, 宋真宗后期全国军队达到了百万之重, 在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面前, 李元浩称帝就等于找死, 大宋随便派出十万大军, 千万军费就能踏平西夏, 在这种氛围的烘托下, 朝廷里出现一浪高过一浪的声讨声, 宋军将士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讨伐西夏了, 虽然大宋的经济实力很强, 但军事实力属于虚假繁荣, 在讨伐西夏的过程中遭遇了惨败, 李元浩虽然狂傲, 但他有狂傲的资本, 在与大宋交战的过程中, 他把主攻方向定在了陕西, 当时陕西的主要军政领导是范雍和夏宿, 分别驻守延州与荆州, 李元浩先是试探性地进攻了一下延州周边的保安军和成平寨, 发现宋军彼此之间各自为营, 互不照应, 于是开始挽起了阴谋, 他先是诈降求和, 又不断放水, 让手下人假装被俘, 私下不断贿赂大宋各级军官, 结果终于搞得宋军丧失警惕, 李元浩则等到时机成熟后, 让人理应外合, 一举拿下了恶守延州门户的金明寨, 于是, 西夏大军将延州团团围住, 整个西北战场的形势瞬间变得岌岌可危, 消息传到开封, 朝野震动, 按照当前的形势, 万一要是延州失守, 那样, 李元浩下一个目标就是长安, 届时打到开封就只剩下时间问题, 万幸的是, 李元浩打三川口战役的几天李延州附近气温骤降, 西夏军缺少郁寒衣物, 没法继续坚持战斗, 部分宋军又一直在深入敌后, 尝试切断西夏军的后路, 李元浩觉得再坚持下去容易出事, 于是收兵回国, 延州才算勉强保住, 之后, 宋夏战争进入僵持阶段, 范仲淹和韩琪作为夏耸的副手被派到陕西战场, 两人虽然彼此欣赏, 却在对西夏作战方针上出现了分歧, 韩琪觉得应该主动出击, 打李元浩一个措手不及, 而范仲淹觉得大军刚刚经历一场大败, 不如兼蔽轻野, 稳扎稳打, 结果, 俩人争论不休, 闹到仁宗那去, 仁宗又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李元浩又出手了, 庆历元年二月, 李元浩抢先发动进攻, 向华州发动了攻势, 韩琪指挥反击, 结果属下将领贪攻冒进, 中了西夏诱敌深入之际, 在卫州北边的豪水川北, 被西夏军围奸, 死伤惨重, 韩琪被降一级, 主战派彻底失去了发言权, 李元浩这次大胜之后, 觉得大宋应该被自己逼到谈判桌前来了, 于是, 写了封措辞不公的信件, 送到了范仲淹的案头, 范仲淹看到李元浩措辞不公, 皇帝看了会生气, 于是, 一把火把李元浩送来的信烧掉, 然后根据李元浩的思路, 重新写了一封信报给仁宗, 这本是出于好心, 但仁宗一看顿时大怒, 一个臣子居然擅自烧毁国书, 这时犯了大忌, 于是, 把他贬到了耀州, 范仲淹虽然被贬, 不过, 他稳扎稳打的防御思想, 却被大宋所采纳了, 大宋开始在西夏大修公事, 还搞出了许多民兵, 不断压缩李元浩的活动空间, 而西夏藩帮小国, 就算再能打, 国力毕竟有限, 所以, 经过了凶残的拉锯战之后, 西夏的战士终于稳定了下来,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仁宗皇帝由于西夏战士糜烂, 又重新启用了昌仪简这位不大干净, 却能力超群的宰相, 被贬的范仲淹, 也因为战士的稳定而得到了升迁, 逐渐成为大宋政坛上的又一位重臣, 虽然西夏暂时没有来犯, 可关键在于, 不管大宋的防御战略如何有效, 西夏人依然掌握着战略上的主动权, 而几十万大军在西北每天耗费的军费, 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大宋的军事开支, 从保元二年战争开始的1551万, 迅速地增至庆历二年的3363万, 如果说这点钱, 大宋咬咬牙还掏得出来的话, 那么, 庆历二年发生的一件事, 则让宋朝军臣的心一起提到了嗓子眼上, 庆历二年正月, 辽国向大宋正式提出交涉, 辽国指出, 这些年大宋和西夏一直战乱不断, 让辽国也受到了影响, 他们要大宋对此进行赔偿, 而提出的条件是让大宋割让关南石线, 此前签订的禅渊之盟, 让宋辽之间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 如今, 主持签订盟约的萧太后, 和辽国皇帝耶律龙婿都已经去世, 新任的辽国皇帝耶律宗贞, 麻烦是缠身, 内部朝堂斗争非常严重, 他自己还差点被自己的母亲废掉, 好在运气好, 将自己母亲的势力一网打尽, 才得以继续当皇上, 此时的耶律宗贞虽然是皇帝, 但皇位并不是很稳固, 他需要一点功绩来镇住国内其他势力, 同时也需要一场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 于是, 第一时间想到了大宋, 看到突如其来的讹诈, 宋仁宗有点慌张, 但毕竟对方提了要求, 就得派人前去回复, 一想到要去契丹人那里送信, 文武百官都默不作声, 此时, 吕一简推荐了一个人, 说他去肯定能行, 他说的这个人叫傅毕, 傅毕当时是知告, 写作能力出众, 他和范仲淹, 欧阳修等人关系空切, 庆历二年的时候, 他因为一点小事得罪了宰相吕一简, 恰好这时候需要一个人去辽国回信, 吕一简就推荐了他, 如果傅毕能够完成任务, 则吕一简推荐有功, 如果死在了辽国, 也算是除掉了一个心头之患, 不得不说, 在政治斗争方面, 吕一简的手段是很毒辣的, 得知傅毕被派往辽国的消息后, 范仲淹和欧阳修极力阻止, 但傅毕却执意要去, 结果傅毕身手不凡, 不但安然无恙地从辽国返回, 还带来了辽国的真实意图, 他说, 辽国并非真的想开战, 对于关南十县能要回来最好, 要不回来就把关南十县的税收折算给他们, 仁宗一听大喜, 只要是不和辽国打仗, 什么条件都答应, 当时关南十县每年税收是十万, 宋仁宗大手一挥直接给了二十万, 在原有税币的基础上, 再增加卷十万匹, 赢十万两, 不过, 额外的这十万可不是白给的, 辽国得出面调停宋夏战争, 辽国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欣然同意了大宋的要求, 此时辽国年号为重西, 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重西增壁事件, 而宋朝则称其为庆利增壁, 因为辽国和大宋重归于好, 李元昊联合大辽灭宋的计划也破产了, 收了好处的辽国不但没有为难大宋, 反而开始对西夏指手画脚, 李元昊作为一代雄主, 他忍不了别人骑在自己头上, 于是迅速和辽国交悟, 李元昊虽然狂妄自大, 但他并不是一个莽夫, 同时和宋辽两国开战的结果是必死无疑, 为了保住西夏的基业, 他主动和大宋讲和, 大宋看李元昊向自己服软, 欣然同意了讲和的请求, 此时辽国大军正在对西夏虎视眈眈, 李元昊为了自保, 没敢跟大宋狮子大开口, 他同意放弃皇帝的称号, 对大宋俯首称臣, 但在西夏仍然以皇帝自居, 大宋为了安抚李元昊, 每年给西夏二十万银, 卷, 茶等物品, 当然, 这些物品都是以赏赐的名义给的, 后来, 夏寮两国持续交恶, 终于在庆历四年打了起来, 西夏在大宋面前战斗力十足, 但是, 在更加野蛮的契丹人面前, 还是不堪一击, 辽兴宗欲驾亲征, 在贺兰山把西夏打得溃不成军, 李元昊一度打算投降, 但此时的辽兴宗并不满足, 率领军队继续深入, 李元昊只得率领军队死守, 采用兼臂青野的策略, 辽兴宗的贪让他付出了代价, 由于辽军出征不怎么带粮草, 而是采用打草谷的方式进行补给, 所谓的打草谷就是到百姓家里劫掠, 但李元昊早已经把百姓撤离, 周边除了黄土和树皮, 没有其他能吃的东西, 长时间得不到补给的辽军瞬间慌乱起来, 李元昊则趁机反杀, 把辽军打得大败, 辽兴宗差点被杀, 而李元昊却见好就收, 主动请和, 自知不敌的辽兴宗也做了个顺水人情, 至此, 宋、辽、夏三国鼎立的格局正式形成, 结束战乱之后, 大宋忠心收拾国内的烂摊子, 这些年只要一打仗, 大宋的家底子就会被掏空一次, 老百姓吃不上饭就会造反, 大宋繁荣了几十年, 结果在这两次打仗期间, 国内居然出现了起义, 死后不久, 善于耍手段的吕仪俭病倒在床, 尽管他还想起来和范仲淹, 欧阳修等人继续作对, 但身体已经不行了, 不久后便离世, 此时, 大宋成为了范仲淹和欧阳修他们的舞台, 范仲淹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 他们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下去, 是因为背后有皇帝的支持, 此时没有比仁宗更希望改革的了, 因为这些年的战乱和无度挥霍已经把国库掏空, 在宋下战争后期, 仁宗已经开始从皇家口袋里拿钱补贴国家, 再这样下去, 恐怕自己就要破产了, 连年的战争让百姓们苦不堪言, 面对越来越重的税负, 各地百姓皆干而起, 再这样下去, 大宋的根基都会被动摇, 范仲淹得到改革的指令后左思右想, 虽然他不懂经济学, 但知道国家的弊病所在, 大宋的根本问题还是前面提到的三容, 官太多, 兵太多, 国家开销太大, 他觉得必须要精简官僚队伍, 降低官员福利, 同时把控兵员的质量, 把募兵制改为辅兵制, 在此基础上, 在发展农业整顿官场风气, 让百姓感受到公道, 别对国家产生怨言, 如此一来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范仲淹根据这些思路, 拿出了自己的改革纲领, 这就是著名的打手兆条, 陈时事奏书, 范仲淹的改革思路没有问题, 但执行起来非常困难, 大宋的官僚体系已经根深蒂固, 拿官僚们的财路和上升体系开刀, 无异于是动他们的命根子, 但在韩琪, 傅碧等人的支持下, 范仲淹的建议, 还是在一片阻力下颁布实施了, 组织都是从内部瓦解的, 范仲淹怎么也没想到, 第一个向他开炮的, 居然是老朋友欧阳修, 改革刚开始, 欧阳修就同时炮轰御史台和两制官, 认为这些人里有坏人, 消息传出后, 大家都对欧阳修的做法表示不可思议, 两制官就是专门负责赵令的官员, 欧阳修和范仲这些人, 都出身于建官和两制官体系, 彼此之间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些人可以说是他们的天然同盟, 结果现在欧阳修向这些人开了炮, 这差不多就是直接向范仲淹的改革开炮, 范仲淹的改革方案中, 其中一条就是打击贪腐, 御史台作为被打击的对象之一, 也开始了反击, 他们瞄准了范仲淹的改革重将滕宗亮, 御史台说, 滕宗亮贪污了荆州的数万贯公使钱, 必须严惩, 公使钱是宋朝的一种特殊财政制度, 有点类似于单位自己的小金库, 专门用来进行公款接贷, 所以, 这钱的去向本身就很暖昧, 本来大家以为这事可能是个祸悉泥的结局, 可谁也没想到, 滕宗亮搞了一个昏招, 他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贪污, 直接把账簿给烧了, 这种烧账簿的处理方式非常幼稚, 即便是没有贪污, 也会因为销毁账簿而被视作作贼心虚, 范仲淹得知以后大惊失色, 真没想到, 自己身边还有这样的猪队友, 但作为好朋友, 他还是跑到皇帝面前进行求情, 皇帝本来就很生气, 又因为滕宗亮对仁宗好色一事进行过批评, 所以, 薪酬旧恨一起算, 直接把滕宗亮一炉到底, 贬到了巴林郡, 在这次改革中,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 被御史台打得体无顽夫, 保守派趁改革派内乱之际乘胜追击, 矛头直指范仲淹, 他们向仁宗皇帝告状, 说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措施完全是荒谬而错误的, 范仲淹他们搅乱朝政, 妄议中央, 还经常在一起搞非组织政治串联, 结党营私, 针对保守派的反击, 范仲淹并没有坐以待毙, 他并没有否认结交捧党的问题, 他说君子成党, 问心无愧, 为此, 欧阳修专门写了一篇捧党论献给皇上, 希望能向皇帝解释清楚,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欧阳新的文笔自然不用质疑, 这篇捧党论又是有感而发, 文章如行云流水, 说理令人醍醐灌顶, 不过在政治上, 这篇捧党论却犯了两个大错误, 范仲淹虽然自诩他们是君子成党, 但皇帝最忌讳的就是私自拉帮结派, 他才不管小人还是君子, 欧阳修这么写, 就相当于变相地承认结为捧党这事是真的, 而且还是以书面的方式承认, 另一个低级错误, 是欧阳修说自己是君子, 和他们走在一起的才算君子, 不同意他们的就是小人, 可问题是, 皇帝有时候也不和他们走在一起, 难道也算小人吗? 随着边境战事的平息, 大宋的财政状况有所好赚, 当时急于改革的人宗此时也没有那么迫切了, 因为他发现, 即使不改革, 大宋的日子也能过得下去, 于是, 支持范仲淹改革的最大后台也消失了, 加上保守派不停地攻击改革派, 庆历四年夏天, 范仲淹他们被清除权力中心, 纷纷贬到地方任职, 保守派甚至用文字玉的方式, 把所有的改革派从中央一扫而空, 此时的人宗皇帝也不再想过于操心, 于是, 又过起了花天酒地的日子, 庆历新政的失败, 对范仲淹等人的打击是巨大的,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心畏国, 却落了如此下场, 被贬后的改革派, 寄情于山水之间, 写出了无数传颂千古的好文章, 被贬除州的欧阳修写出了罪翁亭记, 以一句罪翁之意不再久, 被传颂千古, 而范仲淹则写出了岳阳楼记, 被人奉为本朝百年人物第一, 只是范仲淹此次被贬之后, 再也没能够重回中央, 七年后克死他乡, 1052年, 大宋再次发生叛乱, 此次叛乱的首领是壮族人农志高, 农志高长期盘踞广西元州一带, 曾经得到过大宋的封赏, 对此表示想归顺大宋, 但仁宗对他们不感兴趣, 对这片区域也就没有实际管辖权, 因为元州盛产黄金, 又不处于大宋的实际管辖区, 因此被旁边的焦纸国盯上了, 焦纸国就是现在的越南, 农志高的父亲此前被焦纸人所杀, 所以两家是世仇, 但因为打不过他们, 此番焦纸国来犯, 农志高被打得节节败退, 只能躲在深山老林里, 大宋看到两人开战丝毫不在意, 只是在边境上加强一些防御, 此外还派雍州指挥使元云留意他们两家的动向, 如果侵犯到大宋边境再进行汇报, 元云看农志高是一群蛮子, 想把他抓了送给焦纸, 尽快停止战乱冲突, 于是带着一队人马先去抓农志高, 可是他低估了农志高的战斗能力, 结果失手被俘, 元云看情况不妙, 匡骗农志高说自己是朝廷派来进行招安的, 并不是来打他的, 已经山穷水尽的农志高听候大喜, 不但把元云放了, 还带着自己全部人马跟随元云来到雍州, 朝廷得知元云擅自招安农志高之后非常生气, 如果收留了农志高, 以后焦纸国找理由打来是一个麻烦事, 于是把元云给贬了, 同时让农志高现期离开, 农志高是真心想归顺大宋, 他接二连三的上表朝廷请求归附, 刚开始要求做个刺史, 如果刺史不行给个团练也可以, 再不计就给他一个名分, 承认是大宋子民, 然而大宋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还是让他离开, 被连续拒绝的农志高已经绝望到定点, 既然大宋不要他, 那就干脆反了, 一把火烧掉了自己的寨子, 带着人马打进了宋朝, 此时的农志高势力并不大, 但雍州之州一个弱智的操作, 让农志高越做越大, 雍州之州担心朝廷得知此事会影响自己的前途, 就没上报农志高叛乱的事情, 打算自己解决, 结果不但没能阻止, 还让农志高一路长驱直入, 不但攻破了雍州, 只用了一个多月就打倒广州城下, 消息传到开封, 整个朝也被震动了, 于是, 先后派出多人评判, 没想到, 农被农志高打得落花流水, 就在此时, 狄青横空出世, 有些人天生就适合活在战场上, 显然, 狄青就是这种人, 他有一身战斗的好本领, 除此之外, 一无是处, 如果不是生在战乱年代, 恐怕一生都会在陆路无为中度过, 突如其来的战争, 给了他大展拳脚的机会, 他在宋夏战争中扬名立万, 当时, 宋军普遍被西夏军暴虐的时候, 竟然能把西夏军打得满地找牙, 加上当时主持西北战事的范仲淹, 不拘一格匠人才, 因此, 狄青很快得到了提拔, 在北宋中期乏善可陈的武将之中, 狄青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次农至高之乱时, 狄青已经是疏密复始了, 当发现叛乱愈演愈烈局面已经失控之后, 狄青主动请庙要求南下评判, 仁宗十分感动, 很快批准了狄青的申请, 并派了个太监给他做监军, 大臣们对派狄青前去评判没有意见, 但对于太监监军这事非常反感, 因为唐朝末期就是毁于太监之手, 仁宗听从了大臣们的意见, 撤回了太监监军, 让狄青只身前往, 但也有人担心, 狄青是手握重兵的武将, 如果他在前线拥兵自重, 也是一个麻烦, 就在皇帝陷入两难之际, 庞太师出面为狄青担保, 仁宗这才放心让狄青只身前往, 被放开手脚的狄青到了广西之后, 先把趁着自己没来的时候, 擅自与农至高交手, 导致大败的三十几个责任人全都给砍了, 滚滚人头一下子就把所有人都给震住了, 狄青立威之后并没有马上趁机进军, 他官部就地休息十天募集军粮, 原本做好了战斗准备的农志高, 觉得狄青也是个水货, 因为怕自己才不敢进攻, 于是放松了警惕, 返回了雍州, 准备全力攻打广州, 因为过于轻视狄青, 只是象征性地布置了一下防御, 就在农志高思考如何攻打广州的时候, 士兵突然来报, 狄青率领数万大军打过来了, 一路势如破竹, 农志高有点猛, 狄青刚宣布休兵十天怎么会突然出战, 难道此前放出的是假消息, 直到此刻, 农志高才明白自己中计了, 狄青此前说的休兵十天是烟雾弹, 是为了迷惑对手才这么说的, 当他下达完休整的命令后, 便兴夜兼程地赶往昆仑关, 到了昆仑关之后, 他担心有人走漏消息, 他只身混在士兵当中, 跟着前锋队伍出了昆仑关, 甚至连自己的军中的将领们都不知情, 队伍齐整的狄青, 对混乱不堪的农志高发起了猛攻, 被狄青甩在身后的宋军, 还源源不断地进入战场, 农志高一看大势已去, 只能认命, 自此以后, 盘踞西南数年的农志高, 终于被狄青给打掉, 宋军大胜的消息传到京城, 喜出望外的人宗, 直接把狄青奉为疏密使, 作为从底层摸爬滚打起来的武将, 能坐到这个位置, 也算是普通人的天花板了, 在众文清武的宋朝, 狄青这样的武将是不受文官待见的, 尽管他立下赫赫战功, 但文官们经常找各种理由对他进行打压, 时不时地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 更有人传言说, 狄青准备造反, 要皇帝小心提防, 1056年, 仁宗突发疾病, 在上朝的时候, 口吐白沫晕倒在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 还是没有好转, 病重的宋仁宗开始对狄青产生猜忌, 因为此时大宋尚未策立太子, 如果自己驾崩了, 皇权就会出现空荡期, 届时, 拥兵自重的人就有可能造反, 于是, 仁宗下旨夺了狄青疏密使的职位, 并把他赶出京城, 狄青满腹冤屈无从诉说, 离开京城后, 没多久就郁郁而终离开人世, 此时, 大臣们最关心的就是策立太子的事情, 仁宗皇帝虽然一生风流, 但他的儿子们都没他长寿, 全部都早要升天了, 要想策立太子, 就得从庞系中找一个合适的人过际过来, 想到这里, 仁宗心情十分复杂, 毕竟儿子还是亲生的好, 就在他答应准备策立太子的时候, 身体居然一天天好转, 恢复活力的人宗觉得自己还能行, 暂时把立太子的事情放下了, 而是继续在美人身上播种, 希望再努力一把, 为大宋留个接班人, 在这个过程中, 大臣们多次劝谏人宗早做打算, 但人宗就是不听, 加幼五年, 宰相韩奇在群臣的期盼下, 再次向人宗提出立太子的请求, 韩奇很明白, 只要把立太子这件事做好了, 自己就是两朝顾命大臣, 地位无人能比, 但他也明白, 此事仅凭他一人无法完成, 于是他拉拢包拯一起劝谏, 当时包拯已经七十多岁, 本来信心满满地去劝谏, 结果被骂回来, 从此以后便再也不关心此事, 韩奇仍然没有死心, 打量了一圈之后, 发现有一个人非常合适, 他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本身性格十分顽强, 认定了的是就会坚持到底, 此前他在立四的过程接连上书, 和韩奇站在同一个立场, 更重要的是, 司马光在大宋监察体系里的威望很高, 让他来京城能充分调动台舰系统的力量, 考虑到这些因素, 韩奇决定把司马光提拔到京城, 来到京城后, 司马光带领着大宋劝谏官员 一波又一波的进戒, 终于让仁宗动了一点心思, 这几年来, 仁宗疯狂地播种也没能生下儿子, 此时的他已经力不从心, 也有些任命了, 早年间, 仁宗曾在宫里收养过两个儿子, 因为后来自己生了儿子, 又把他们送出去了, 这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赵宗石, 仁宗当时就觉得他不错, 如今宣赵进宫一看还是不错, 于是就打算把他策立为太子, 此时赵宗石的父亲刚去世, 过继给仁宗也正好合适, 当皇帝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但赵宗石得知此消息后, 却有点不太乐意, 他当时的职位是一个团练士, 突然当皇帝有点不现实, 于是委婉地拒绝了, 大臣们害怕出现意外, 也不管赵宗石是否同意, 赶紧让仁宗下赵, 于是, 家幼七年八月, 仁宗正式下赵, 把赵宗石策立为自己的接班人, 并给他改名为赵蜀, 此人便是宋英宗, 距离太子策立仅仅半年, 宋真宗便撒手人寰, 至此, 大宋进入了另外一个时代, 英宗登基的时候, 心里是战战兢兢的, 因为他不是仁宗的亲儿子, 而且他的性格属于偏软弱类型的, 所以登基之后, 就引来了其他皇室宗亲的不服, 北海郡王赵允强, 甚至直接在朝堂上指着他的鼻子骂, 说你也配当皇帝, 幸亏韩启等一众大臣把赵允强控制住, 否则结果非常难料, 本来就懦弱的英宗, 经历了这次惊吓之后, 精神变得更加脆弱, 整天神神叨叨地说有人想害自己, 这种精神状态根本无法处理朝政, 于是, 大宋又进入到太后摄政的模式, 只不过, 这次并不是太后有意篡权, 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此次摄政的是曹太后, 皇帝是一个国家的主心骨, 整天疯疯癫癫地, 肯定对国家不利, 于是有人建议曹太后将其废掉, 扶持一个正常人当皇帝, 起初曹太后对这种说法是非常反感的, 他本身并不想理朝政, 更不想卷入政治漩涡, 但身边的人不停地唠叨, 加上英宗因为精神病, 经常对他出言不逊, 他内心也产生了动摇, 认为大宋需要一个精神正常的皇帝, 于是开始借着各种机会, 向韩启等人传达对英宗的不满, 他说,辅佐这样一位皇帝压力太大, 如果不能把大宋治理得很好, 他愧对先帝, 说到动情处还痛哭起来, 韩启是官场老游子, 莫说太后表达得这么直白, 只要有一点迹象, 他都能捕捉到, 太后之所以在群臣面前这样表现, 无非是想试探一下大家的底线, 如果大家跟着附和, 下一步就该商量费力之事了, 这样的先例可不能开, 否则朝廷会陷入无休止的皇帝更替当中, 于是, 韩启和欧阳修等人拿出祖宗家训来, 对太后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大臣们表示, 英宗做皇帝是先帝的旨意, 推翻英宗就是违背先帝的意愿, 这个责任谁都担当不起, 太后听大臣们这么说, 知道费皇帝这事很难实现, 他暂时放弃了费皇帝的想法, 但光搞定太后还不行, 还需要英宗出现好转, 如果持续疯癫下去, 恐怕大臣们也受不了, 于是, 大臣们一边安抚英宗的情绪, 一边疏导他和太后的关系, 随着政局的稳定, 英宗的正统地位也越来越稳固, 久而久之, 英宗和太后的关系逐渐缓和, 精神病也逐渐好了, 韩启见英宗具备了亲政的能力, 联合朱大臣一起给太后施压, 让太后还政于英宗, 此时的曹太伙已经习惯了垂帘听政, 不太想让位, 他本想让英宗休养两年后再亲政, 但大臣们坚决不同意, 此前, 刘娥垂帘听政十几年, 到了后期, 直接穿着天子滚服拜业太庙, 韩启可不想冒这个险, 于是强烈要求太后退出朝堂, 太后自知敌不过众大臣, 于是把朝堂还给了英宗, 从嘉佑八年三月到至平元年五月, 历经十三个月的勾心斗角, 暗潮汹涌, 英宗诏蜀终于掌握住了大宋朝的最高权力, 至此, 大宋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英宗回归正常后, 第一件事就是, 收拾在太后耳边尽谈言的那事, 又把对他继位有意义的大臣赶出了京城, 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 只要坐上了皇位, 并且具备了实权, 再软弱的人也能硬起来, 当了皇帝的英宗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因为他是大宋守卫以过继身份继承大统的皇帝, 因此, 如何给自己的父亲蒲王设定名分就成了问题, 英宗想尊自己的父亲为皇考, 这个称呼来自李济, 是对死去父亲的尊称, 并非只限于皇家, 对于这个提议, 韩琪和欧阳修等人都是同意的, 一般来讲, 只要皇帝和宰子们都同意的事情, 就算是确定了, 下面的人只管执行就可以, 但此次皇帝和宰子们面对的是司马光, 他可是大宋三百年来最固执的人之一, 司马光背后还站着整个台舰系统, 虽然不可能强行阻止皇帝的命令, 但能让皇帝失去道德高地, 司马光对于尊仆王为皇考一事, 坚决反对, 持相同意见的还有曹太后, 他们认为这样做会坏了祖宗家训, 让大宋国之布国, 为了给英宗父亲确定名分这事, 韩琪、欧阳修和司马光他们在朝堂上争吵了一年多, 最后欧阳修快刀斩乱麻, 直接给太后写了一封手闸, 表明了整个宰子集团的立场, 曹太后意识到, 现在的宰子集团和皇帝已经是铁板一块, 他们处于尊重才不愿意和太后翻脸, 一旦他们翻脸不认人, 太后根本得不到好处, 一番权衡立弊后, 太后选择了退让, 同意英宗称呼自己的身父为皇考, 并追封其为大宋皇帝, 解决完蒲王的名分问题后, 算是大事已定, 英宗把一众建官赶出了京城, 朝堂总算回归了平静, 此时的英宗想一展报复, 但不幸的是, 命运没给他留时间, 至平三年, 英宗重病卧床, 关键时刻, 韩其再次站出来, 建议英宗避皇储, 英宗在16岁那年和高皇后生下一个儿子, 名叫赵须, 虽然英宗年龄不大, 但太子已经成人, 有能力做皇帝, 于是, 英宗立赵须为太子, 半个月后, 英宗驾崩, 赵须继位视为宋神宗, 神宗登基后, 面对的是一个走下坡路的大宋, 本来, 新皇帝登基要进行大赦天下赏赐百官, 体现一下皇帝的人后, 神宗也想这么做, 但大臣们告诉他, 国家已经没钱了, 从仁宗时期开始, 大宋已经有点入不敷出了, 连年的战乱让大宋的财政更加捉襟见肘, 新上任的神宗还没来得及感受做皇帝的快乐, 就要面临朝堂争斗和国库空虚的问题, 韩琪, 欧阳修等人在英宗当政期间大权独揽, 国家的政策基本上都是他们制定的, 神宗登基后对他们还是比较信任的, 但朝堂上其他官员却不以为然, 整天想着如何扳倒韩琪, 此时韩琪意识到, 之前的政策得罪了很多人, 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大宋的政治平衡, 于是主动请辞告老还乡, 神宗知道韩琪的能力, 现在朝廷正是用人的时候, 所以他极力挽留, 可是韩琪心意已决, 无奈之下, 神宗只好将他外放西北, 让他去山西做经略安抚事, 就在这个时候西北生变了, 知青剑城的种恶, 把西夏人的隋州城给拿下来了, 种恶是种士衡的儿子, 种士衡是当年范仲淹一手带出来的将领, 常年驻守西北, 而种家则在西北竹心成长为 北宋后期最为重要的一支边防力量, 《水浒传》中, 鲁志申赞不绝口的老种精略相公, 就是种恶的侄子, 崇师道, 西夏自李元昊死后, 国内内斗一直比较厉害, 李元昊死后, 下一宗继位的时候还是个婴儿, 于是西夏也进入了太后临朝的模式, 太后墨葬氏亲政后大权在握, 搞了一大堆情人来服侍自己, 由于对情人管理不善, 情人相互之间爆发了内斗, 最后找太后平礼的时候, 把太后给杀了, 太后的兄长墨葬鹅旁对此极为愤怒, 把一众情人消灭后, 为了稳住皇帝, 他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下一宗, 从此把持了朝政, 下一宗继承了其父母的过人天赋, 表面上跟自己的舅舅虚与威仪, 暗地里和舅舅的儿媳私通, 以此来掌握舅舅的一举一动, 并看准时机将舅舅一网打尽, 此时的下一宗只有十五岁, 但表现出来的成熟老辣, 非一般人所能具备, 掌握朝政后, 下一宗废掉自己的皇后, 把粮食封为皇后, 又将自己的小舅子粮以埋, 任命为家乡, 从此, 西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下一宗虽然年轻, 然而却展现出了过人的政治能力, 他试图为西夏在宋辽之间, 找到个合适的平衡点, 因此, 他一方面要求国内恢复汉里, 一方面跟大宋之间平起战端, 这些战斗的烈度, 都被他精心控制在了合适的范围之内, 他借着这些战斗之后求和的机会, 不断地从大宋手里获取利益, 彰显自己的存在感, 有一个成语叫天度英才, 这个词用在下一宗身上非常合适, 他主政仅仅六年便去世, 留下年仅八岁的夏慧总继位, 于是, 太后梁氏顺理成章地垂帘听政, 重复了之前的轮回, 梁太后主政后, 梁氏一族和西夏皇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梁氏为了加强在国内的权威, 试图通过挑战大宋来达到目的, 种恶打下隋州城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种恶虽然能力不俗, 但让他一个人应付整个西夏还是比较困难的, 好在此时, 韩齐来西北坐镇, 才稳定了边境局势, 让大宋暂时不再被西夏骚扰, 既然稳定了边关, 就要进一步修理内政, 摆在神宗面前的是一个烂摊子, 如何修复这艘破败的大船成为当务之急, 年轻气盛的神宗表示, 只有改革才能救国家, 于是再次举起改革这杆大旗, 这不是大宋第一次实行改革, 庆历年间的改革失败还历历在目, 当时的一些老臣依然健在, 复辟作为当时的改革先锋, 听闻神宗要进行改革, 立马上前劝阻, 足以看出当时朝廷生态有多保守, 就在神宗需要用人之际, 王安石出现了, 他的到来让神宗看到一丝曙光, 神宗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王安石言于修身, 而且不尽女色, 脑子里全部都是工作, 除了不爱洗澡外, 没有其他毛病, 王安石之所以能得到神宗的认可, 主要是韩维的功劳, 在神宗做王业期间, 韩维是他的济世参军, 当时韩维非常推崇王安石, 经常在神宗面前提起此人, 这就给神宗留下了第一印象, 神宗登基后, 和王安石见了一面, 神宗对他表达了强烈的改革欲望, 而王安石向神宗表达了更加强烈的改革欲望,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在神宗的支持下, 王安石一路火速提拔, 在西宁元年奉上了本朝百年无事杂子, 拉开了变法的序幕, 此次王安石的改革和前朝的不一样, 之前只是小修小补, 而他直接绕过现行的体制, 专门成立制制三司条例司, 专门研究如何改革, 在皇帝的支持下, 他成为参政之士, 全面主持改革大局, 新机构成立不久, 就要广泛地吸纳人才, 当时很多心怀抱负的青年才俊都投到他门下, 这其中就包括名震天下的苏氏, 苏哲, 张在等人, 一切准备就绪, 王安石开始了表演, 他打出的第一张牌就是军书法, 喜贵就件, 用尽一元, 简单来讲就是弹性税收, 大宋在税收的时候并不是货币化, 而是以食物交割, 比如上缴粮食的时候, 如果当年的粮食不够, 可以用钱去购买粮食上缴, 王安石觉得这么做不合理, 因为在倒卖粮食的过程中, 会推高粮食价格, 加重农民的负担, 如果采用弹性税收的方式, 遇到粮食不足的情况, 就直接按照市场价交钱即可, 不用再到别处购买粮食进行补足, 这个方案同样适用于朝廷进贡制度, 以后朝廷征收贡品的时候, 不再限定区域, 哪里便宜就到哪里征收, 这个方案直接把大宋的曹运和商人集团给打掉了, 曹运和商人靠的就是 从全国各地调运物资来赚钱, 如今, 朝廷直接打掉中间商, 让商人和曹运集团无利可图, 殊不知, 这些利益集团的背后都站着朝中大臣, 王安石的第二章王牌是轻描法, 简单来讲, 就是给农民发放小额贷款, 朝廷收取一定的利息, 这是为了防止士绅阶层对农民放高利贷, 出发点是好的, 但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朝廷摊派的任务, 强行让农民借贷, 即便是没有需要的人也必须贷款, 给农民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这个举措不但没帮助农民, 反而让一些农民因为还不起贷款, 把土地抵押给士绅阶层, 最后导致土地大量被兼并, 王安石的心法实施以后, 各地奏折如雪花般涌向神宗的暗头, 此前神宗和王安石对此早有预料, 并不以为然, 直到韩琪上奏才让神宗感到慌张, 两朝定策的超级大佬韩琪此时已经调离了西北, 在河北任安抚时, 而清淼法的施行正是以河北、 京东等路为试点逐渐开展的, 韩琪果断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表示, 心法不但没取得成效, 还加重了农民负担, 对此他坚决反对, 韩琪是一呼百应的人, 当他提出反对意见后, 整个朝堂都在反对王安石, 神宗见势不妙, 也不再像之前那般强硬, 在重压之下选择了屈服, 王安石为了不让皇帝为难, 选择回乡养病, 大臣们趁机鼓动神宗废除清淼法, 神宗表示, 等王安石回来以后, 由他亲自废除, 在王安石养病期间, 神宗突然开了窍, 大臣们只知道反对新政, 但没说如何给国家增收, 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一个王安石替我分忧, 要是连他都走了, 谁还能帮大宋创收, 想到此处, 神宗突然坚定信念, 不但不能废除新政, 还要坚定地支持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看到皇帝终于下定了决心, 于是他打算把改革进行到底, 王安石通过这次事件顺便进化一下队伍, 让立场不坚定地向苏氏, 苏哲, 张寨等人离开, 让立场坚定的变法派向吕慧清等人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然后, 王安石继续坚定地将自己的变法推进下去, 经过这次事件之后, 神宗皇帝与王安石彻底达成了一致, 重新获得了皇帝信任的王安石, 很快就开始对反对派进行了清算, 一个又一个反对派被贬离京, 而农田水利法、 市义法、 牧义法等新法不断被推行下去, 王安石明确地告诉所有人, 大宋的改革势在必行, 此前王安石和司马光年轻的时候都在包拯的手下围观, 而且两人私交甚好, 王安石刚进京时, 司马光甚是高兴, 他觉得两人联手能在大宋打造一片基业, 但事事难料, 两人在改革上的分歧导致了后来两人决裂, 司马光作为反对派的中间力量, 在王安石休假养病期间对王安石进行了疯狂的攻击, 王安石归来后, 他意识到自己无法的开封立足了, 于是向皇帝请辞回到洛阳, 他之所以选择回洛阳, 是为了完成英宗死前交给他的修史书的任务, 在洛阳, 他完成了举世文明的资质通鉴, 自此以后, 大宋彻底成为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了, 西宁三年, 王安石被神宗提拔为宰相, 王安石升任宰相的同时, 就出台了保甲法与免疫法, 前者就是日后大家所熟悉的保甲制度, 十户一保, 保内有人犯了事, 同保的人知情不报, 大家一起连坐, 此外, 还没保还需要出一个人参与军事训练, 成为基层民兵, 而免疫法则是将人民原有的差役, 由义务劳动的形式改为折算出钱, 然后, 政府用这个免疫钱来雇人参与差役, 与此同时, 王安石还不断地深化改革, 对于官场容缘问题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行政方面进行彻州并限, 减少行政机构, 辞退了不少多余的人员, 除此之外, 还颁布了市刑法, 宗室见外观法, 远观旧移植法, 仓法, 中枢更事补, 及功过升降法, 内外观必侵法, 一个接着一个, 层出不穷, 不仅如此, 王安石还清醒地认识到了, 要想将这个改革彻底进行下去, 必须要理论联系实际, 用正确的理论来指导改革, 于是, 王安石又打算从科举入手, 于是西宁四年, 王安石进一步施行了科举改革, 以前考试的重点是诗词歌赋, 现在侧重于治国方针, 与此同时, 他还改革了太学的教育体系, 一手发动了大宋的有一次办学热, 变法推进到了这个地步, 天下人都明白神宗改革的决心,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反对变法的声音, 尽管在变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弊断, 但神宗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经过王安石这么一折腾, 大宋变得有钱了, 和刚登基的时候相比, 神宗不用在节衣缩食, 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神宗一直想开疆拓土, 和开国的几位皇帝看齐, 如今国家有钱了, 神宗想对外发动战争, 于是, 把目标首先放到了西夏身上, 自从神宗当上这个皇帝开始, 他就一直在谋划着怎么打西夏, 而他的倚仗则是一个叫王韶的人, 王韶是嘉佑二年的近士, 在西北边境一带游历多年, 对西夏问题有着十分独到的见解, 西宁元年他向神宗皇帝献上了一份平荣册, 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西夏战略, 王韶的西夏战略是这样的, 想打西夏, 先打西夏一息, 恢复汉唐故江, 包围西夏, 彻底断绝西夏在其他方向上的活动空间, 西夏是个小国, 没了活动空间以后, 用不了几年, 就是大宋的囊中之物, 神宗看完之后, 龙岩大运, 马上封王韶为秦凤禄精略司机一文字, 让他主导进行西河开编, 而王安石对这个计划也是赞许有加, 王韶得到了朝廷的权力支持, 开始在大西北执行自己的拓边战略, 王韶这一去就是七年, 这七年里, 王韶毕露蓝绿, 创业维艰, 然而让神宗与王安石欣慰的是, 王韶最终没有辜负他们对他的信任, 西宁七年, 王韶北进银川, 西至南山, 扫荡了这个地区所有不肯归顺的帆布势力, 前后共展六千余击, 焚烧帐篷二万余定, 缴获牛羊八万余口, 各部落酋长八十余人前来请降, 西河大劫, 这意味着, 大唐安息都护府陷落近三百年后, 炎黄子孙的旗帜又一次插上了这片势地, 大宋上下举国欢腾, 改革派终于取得了最辉煌的战绩, 神宗皇帝欣喜之情无以复加, 而王安石作为西河开边的坚定支持者, 也获得了无上的荣耀, 神宗皇帝亲自解下了自己的玉带, 递到了他的手上, 西河大劫给王安石带来了无上的荣耀, 却没有给他带来更稳固的地位, 原因很简单, 就在西宁大劫的这一年, 大宋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汉, 鸡民纷纷涌入开封洛阳, 反对者们表示, 这是天人交感, 得修得正, 神宗皇帝压力很大, 他的压力不仅来源于反变法派的疯狂反攻, 更源于北面的那个恶林, 辽国, 大宋在西北的军事行动, 成功地引起了辽国的关注观, 自从崇西增壁之后, 辽, 西夏与大宋三族鼎立的态势, 始终比较稳固, 而辽国作为三国之中最能打的一个, 要比自己的两个对手过得舒坦得多, 当年崇西增壁事件的当事人辽兴宗、 耶律宗贞在仁宗治和二年的时候, 一命名呼了, 他的长子耶律宏基继了位, 视为辽道宗, 这位辽道宗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结义兄弟, 曾任江湖第一大帮丐帮帮主, 名为肖丰, 天龙八不理, 耶律宏基是肖丰结拜大哥, 在金庸先生的小说里, 肖丰到了辽国之后, 帮助耶律宏基平定了一场紧张激烈的叛乱, 从而被封为南苑大王, 肖丰是虚构出来的, 然而这场叛乱却是真实存在的, 掀起这场叛乱的人是辽国的皇太叔, 耶律宗元, 耶律宗元在被封为皇太叔之前, 还做过好多年的皇太帝, 他曾经也是耶律宗贞亲自指定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耶律宗贞曾亲口许怒, 自己百年之后就让自己的这个弟弟尚未做皇帝, 然而耶律宗元等来等去, 耶律宗真临死前却变了卦, 让耶律宏基继了位, 虽然耶律宏基转过头来, 就把自己的这位叔叔封为了皇太叔, 然而耶律宗元和他的儿子们却表示不想再等下去了, 直接选择了叛变, 耶律宏基虽然没有在这次叛乱中遇到一个会降龙十八掌的异地, 不过他还是得到了一个在评判中出了大力的心腹, 这个人叫耶律宏基, 在宗元父子打到耶律宏基的那波帐外时拼死抵抗, 保住了耶律宏基的安危, 因此叛乱之后耶律宏基得到了重用, 掌管北书秘院, 耶律宏基认为能在那种危难时刻拼死救我的人, 不会是坏人, 一定要重用, 得到了耶律宏基全部信任的耶律乙心, 开始在辽国朝廷上兴风作浪, 而耶律宏基则沉迷于打猎与佛法中不可自拔, 耶律宏基不算是什么明君, 他甚至会靠扔头子来选官, 其荒谬程度可见一斑, 然而耶律宏基虽然昏庸, 可他的太子还是比较能干, 大宋西宁七年, 太子耶律瑞开始干预朝政, 总领北南枢密院士, 此时的辽国虽然自己乱成了一锅粥, 但却依然关心着自己旁边两个邻居的动静, 西河开边让辽国上下都震动不已, 谁也想不到, 那个总是挨打的宋朝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 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 加上太子掌权之后, 也需要一个漂亮的政绩来为自己的脸上贴金, 辽国很快就开始了自己的动作, 辽国的举动极其简单粗暴, 他们直接派了个使者到大宋, 要求重新划分国界, 神宗听完之后, 感觉整个人都快炸了, 连日大旱已经让国内民怨沸腾, 宫里太后和皇后也天天喊着要霸下, 现在契丹人又找上门来, 内忧外患同时到来, 神宗找王安石来商量对策, 王安石说, 既然辽国想要重新划分边界, 和他们兵戎相见不太合适, 但可以和他们谈判, 神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于是派人到辽国谈判, 先稳住局面, 对于王安石来讲, 他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稳住神宗, 让他顶住压力, 不要在这个时候放弃改革, 但人算不如天算, 此时的大汉已经完全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越来越严重的灾情让各地起义不断, 后来一幅流民图呈到了神宗案头, 详细记载了各地灾民的惨状, 与话一起呈上来的, 还有论心法禁流民图书, 把天下的灾情都归咎为王安石的变法, 认为是王安石给大宋带来了灾难, 此时的神宗不得不重视于情, 现在满朝文武和普天下百姓都在反对王安石, 他不能再视若无睹, 神宗皇帝翻来覆去地琢磨了一宿, 最终做出了决定, 废除清苗、免疫等群众意见比较强烈的十八项心法, 看看老天爷到底什么意思吧, 有时候世界就是这么神奇, 也许是巧合, 也许是天意, 根据司马光的记载, 神宗前脚废除心法, 后脚倾盆大雨就下了起来, 王安石震惊了, 所有人都震惊了, 大家设想过许多次王安石倒台的场景,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 王安石会以这种方式落幕, 而这件事情更坏地影响在于, 在人民群众认识水平普遍较低的宋朝, 大家通过这事完全相信了王安石变法, 已经遭到了天谴, 神宗不得不下了一道罪己诏, 并要求大家踊跃发言, 来批评自己执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保守派们掀起了一波疯狂的反攻, 远在洛阳的司马光忍不住上了一道折子, 表示自己听说皇上您迷途知返, 异常高兴, 希望皇帝能把心法都废掉, 不要再逆天而行, 在这种氛围下, 黯然神伤的王安石最终霸向离开了京城, 回到了江宁府, 王安石走后, 曾经受他提拔的吕慧卿还依然坚持改革, 他早就将自己的荣华富贵与整个心法绑在了一起, 君书法、清苗法和农田水利法都是由他亲自拟定的, 王安石被弹劾时, 他拼命地发动手下人多方尚书挽留王安石, 等发现大势已去之后, 他又拼命地联络各地地方官员尚书要求保留心法, 在最紧要的关头, 他甚至跑到神宗面前痛哭流涕, 向神宗痛臣利弊, 后来神宗琢磨了一下, 天灾大汉是不是心法导致的他不确定, 然而, 心法的救灾机制在救灾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是真的, 想到此处, 神宗皇帝果断地收回了成命, 宣布继续变法, 后来改革派内部出现了分歧, 相互之间出现了内斗, 人们之间相互不服气, 王安石主政时还能震得住他们, 王安石走后, 他一手提拔上来的人都争相做老大, 但都不具备这种实力, 前段时间还在神宗面前替王安石求情的吕慧卿, 此时野心膨胀, 想成为取代之前王安石的位置, 然而神宗看得很清楚, 王安石底下这群人加在一起都比不上一个王安石, 王安石曾经的老部下寒将, 在与吕慧卿的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下风, 此时他感觉当老大无望, 又不想便宜了吕慧卿, 于是向神宗提议, 请求让王安石重新回来做宰相, 神宗一听很高兴, 其实他内心早有此意, 吕慧卿得知神宗的想法后, 开始在他面前说王安石的坏话, 希望能阻止王安石附下, 神宗不是傻子, 他知道这群人是什么水平, 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大臣, 他不但没理会吕慧卿卿的建议, 反而把吕慧卿写的折子直接转给了王安石, 同时宣召王安石回朝附下, 王安石看到曾经的部下如此在背后攻击自己, 心凉了半截, 然后打电行装, 毫不犹豫地回到朝中附下, 西宁八年二月, 王安石兴叶兼城, 重返东京汴梁, 附下, 王安石附下之后, 在冲突中被拉下马的第一个人不是吕慧卿, 反而是最早主张要把王安石找回来的韩将, 韩将在跟吕慧卿的争执中身心俱疲, 而王安石回来之后的强硬作风, 也开始让韩将越来越适应不了, 就在王安石回来之后半年, 韩将霸向了, 紧接着, 王安石回来之后, 废掉了吕慧卿主政时搞出来的几个新法, 两人在国事上又连续爆发分歧, 后来倾向于王安石的御史们, 开始了对吕慧卿的大规模人身攻击, 吕慧卿意识到, 自己已经无法和王安石抗衡, 于是向神宗请辞, 神宗不但痛快地答应了, 而且, 把吕慧卿的所有同党都扫除了朝堂, 经过这一番闹堂之后, 大宋的朝堂乱斗终于告一段落, 人们也开始理解王安石, 慢慢地向他靠拢, 再次站稳脚跟的王安石, 开始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对付辽国上面, 以及继续推动自己未完成的改革, 在对辽国问题上, 王安石是主战派, 他告诉神宗, 之前大宋之所以惧怕契丹, 是因为处于两线作战的状态, 现在我们掌握了西北地区的主动权, 不但不能害怕, 还要对契丹人更加强硬一点, 但大宋自开朝以来就被契丹人压着打, 提起契丹人就觉得害怕, 满朝文武都得了孔辽症, 已经退休在家的老臣韩琪, 联合其他老臣同时向神宗上书, 让神宗把边境上的士兵都撤走, 不要让契丹误会大宋有动武的念头, 一旦他们打过来, 大宋根本招架不住, 老臣们的建议让神宗产生了动摇, 王安石此时才发现, 现在的神宗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对自己言听计从的神宗 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 自己副相之后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 而王安石的家里此时也是问题不断, 特别是他的儿子王康因为对吕惠卿不满, 撕下罗知吕惠卿的黑材料, 结果被昌惠卿反咬一口, 告到了神宗面前, 说王安石这么干分明是欺君居上, 罪大恶极, 而一头雾水的王安石不明不白地被神宗伸斥了一顿, 直到回家以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王安石深刻地认识到, 自己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 在神宗面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了, 而雪上加霜的是, 素来被视为他接班人的长子王康, 又在西宁九年不幸病逝, 王康天资极高, 向来被王安石视作自己以后一波的继承人, 儿子病故之后, 王安石主动向神宗提出了罢相, 此时王安石只有55岁, 正是一个政治家的黄金年龄, 然而他却从此再没能回到朝堂之上, 主持变法近十年的王安石退居金陵城旁, 每日骑驴寄情于山水之中, 过着清贫而朴素的生活, 最后在一场大病过后, 甚至连自己仅有的小庄园都捐了出去, 在金陵城中租房而居, 他繁华了一世, 最终选择做一例微臣, 王安石被罢相后, 新一轮朝堂更替开始了, 吴冲和王规分别接替了王安石和韩将的位置, 吴冲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 不过, 吴冲并不认同王安石的变法政策, 甚至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认同王安石变法, 足以看出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之深, 王规虽然也成了宰相, 不过, 他是个比较平庸的人, 说白了, 就是神宗皇帝的传话筒, 每天的任务就是领取圣旨, 接受批阅和传达圣旨, 因此, 他也被称为三旨相公, 此时的神宗意识到, 当前的经济改革已经基本达到了理想的状态, 当下最重要的是, 维持朝堂平衡, 不能让改革派一言堂, 于是, 神宗开始启用一些保守派的大臣, 他现在需要的并不是别人教他怎么做, 而是需要一帮完全听话, 能贯彻他意志的大臣, 完成朝堂的平衡后, 神宗开始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于是, 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拉开了序幕, 这便是原封改制, 之前, 神宗尝试过拿冗官问题开刀, 但因为反对声音太大而暂时搁置, 如今, 神宗完全掌控了朝政, 他觉得, 不能再回避这个问题了, 冗官已经成为神宗的心头病, 也是大宋身上的一颗毒瘤, 当初为了体现对文官的重视, 特地搞了一个特奏鸣制度, 专门为多年科举不重的学子开放绿色通道, 直接允许这些人参加电视, 甚至无论成绩如何都会给一个官职, 这就造成了大宋官员极其臃肿, 在官员改制方面, 神宗借鉴了唐朝的三省六部制, 通过以接一官的方式, 逐渐把三司、 省官院等机构逐步撤销, 最后大大精简了国家的行政机构, 使得国家运转效率大幅提高, 在改制的过程中, 最兴奋的人莫过于王规了, 恢复三省六部制以后, 所有朝廷的决定都由中书省取纸门下省审核, 上书省执行, 三省分班奏事, 全归中书省, 王规作为中书令, 认为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当时吴冲已经被罢下, 跟王规搭班的人叫蔡雀, 他一边奉承王规, 称他是当今朝堂的第一人, 一边又去神宗面前觐见, 说宰相的权力不宜过大, 否则会对皇帝产生不好的影响, 神宗听完之后很满意, 最后让他和王规挂着左右仆叶的职, 干着宰相的活, 这样即找到了干活的人, 又避免了权力朝个人手中集中, 现在的神宗已经步入中年, 政治方面已经完全成熟, 他不再需要王安石这样的人教他做事, 而是需要大臣们变成听话的工具, 神宗做出的这一系列改革, 都是为了实现他的宏图大业, 那就是恢复汉唐时的旧疆, 从治平四年到原封四年, 神宗足足等了这个机会十五年, 他顶着压力任由王安石变法, 他顶着压力开边西河, 他咬着牙跟契丹人西河, 他觉得自己已经等得够久了, 他现在只需要一个机会, 一个向西夏动手的机会, 原封四年,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这年夏慧宗跟梁太后之间发生了剧烈的争执, 已经名义上亲政五年的夏慧宗, 不满自己母亲梁氏一族把持朝政的状况, 试图将和弊等地归还宋朝已结好, 从而驱虎吞狼, 让大宋帮自己搞定梁氏家族, 这个计划理所当然地被梁太后给识破了, 梁太后果断地囚禁了自己的儿子, 不过尴尬的地方在于梁太后只有这一个儿子, 夏慧宗还没来得及生下继承人, 杀了他自己做皇帝, 名不正言不顺, 扶植别的皇族做傀儡风险又比较大, 因此, 囚禁了夏慧宗之后的梁太后, 自己反而陷入了僵局之中, 而太后囚禁了皇上的消息走漏之后, 西夏国内上下震惊一时间西夏大乱, 而得到消息的宋神宗, 知道攻打西夏的机会到了, 当神宗提出攻打西夏的想法后, 种恶第一个表示赞成, 他常年驻扎在西北防线, 知道西夏国内的局势, 他认为, 现在攻打西夏一定能水到渠成一举拿下, 而朝内文官们不这么想, 他们提出了一个尖锐且现实的问题, 大宋现在水有能力挂帅领军讨伐, 宋朝这个时期已经是人才凋零, 在众文清武的大环境下, 武将的培养已经中断, 就在此时, 神宗提出了一个人选, 他说, 李宪跟随自己多年, 当年跟着一起开过西河边, 而且对自己忠心耿耿, 但李宪是一个太监, 让一个太监挂帅征讨西夏, 大臣们觉得过于离谱, 但神宗心意已决, 谁要是反对就罢官回家, 于是, 自雍西北伐以来, 北宋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进攻开始了, 这次行动的目标十分明确, 打进西夏, 灭了他, 神宗发动了五陆大军, 总兵力超过三十万人, 民夫超过二十万人, 总兵力甚至接近西夏人口的五分之一了, 神宗觉得, 自己这次优势这么大, 就算是直接让这五陆大军平推过去, 也不可能输, 现实是残酷的, 五陆大军起初高歌猛进, 后来轻敌冒进, 在西夏军队诱敌深入下, 宋军在灵州城下大败, 死伤数以十万计, 神宗得知宋军大败简直要气炸了,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宋军失败的理由, 此次大败过后, 宋军选择了稳扎稳打, 不再急功冒进, 原封五年, 西夏人发动了三十万大军, 拔掉了大宋在边境上扎下的最大一颗钉子永乐城, 全城七万守军几乎被全歼, 各级将领死伤数以百计, 至此,宋军稳扎稳打的策略也破产了, 看到大势已去, 神宗在群臣面前痛哭流涕, 完全失态, 从此郁郁寡欢, 没过多久就撒手人寰了, 这位历经屠治的君主一生所耿耿于怀的事业, 终究没能在他的有生之年内完成, 原封八年正月, 神宗皇帝病危, 习年仅九岁的儿子赵雍改名赵旭, 被立为太子, 太后高氏暂时主持政务, 同年三月, 神宗皇帝驾崩, 赵旭继位, 视为宋哲宗, 大宋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宋哲宗登基之时, 因为年龄太小, 无法主持朝政, 只好由高太后垂帘听政, 神宗死后, 高太后辈分升了一级, 成为了太皇太后, 高太后对于完安时变法是持反对态度的, 垂帘听政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打压改革派, 作为改革派的头号反对者, 司马光在洛阳折服15年后, 又被重新烧入朝中, 此时的他已经67岁, 本是安详晚年的年纪, 但对改革派的恨意支撑他走到台前继续战斗, 司马光回到朝堂后, 对改革派进行了全面清洗, 给对方安插的罪名非常离谱, 蔡鹊, 张淳等一众老臣都遭到了打压, 巧合的是, 司马光回来朝堂后, 大宋再次遭遇了大汉, 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借此大作文章, 认为是改革派的变法引起了天怒人怨, 现在天下大汉, 完全是因为宰相蔡鹊等人不干正事, 心法荼毒百姓, 天心震怒, 必须马上废除心法, 罢免宰相, 于是袁又袁年春, 保守派终于在朝堂之上压倒了改革派, 蔡鹊, 张淳都被罢免掉了宰职之位, 赶出京城, 而心法也被一个个的废掉, 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 开始了全面的反攻倒算, 司马光甚至将当时还没被废掉的清淼法, 免疫法, 将官法与膝下边信并称四害, 喊出了四害不除, 我死不瞑目的口号, 在这种情况下, 司马光开始以一种近乎狂热的情绪 推进着废法工作的开展, 这种态度也引起了保守派内部一些人的不满, 他们觉得, 司马光太剑走偏锋操之过极了, 要求循序渐进地废除心法, 而司马光自知时日无多, 身体支撑不了多久, 不但没听众人的意见放慢节奏, 反而更加激进偏激, 在他的强力推进之下, 废除免疫法的诏书还是被颁发了下去, 司马光给出了一个短到让人瞠目结舌的期限, 五天, 按照大宋当时的办事效率, 五天时间废除心法, 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还是有一个人办到了, 此人就是蔡京, 之前蔡京属于改革派, 后来见改革派是威, 又转头到保守派, 为了迎合司马光, 他用五天时间就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废除了心法, 不过, 此举并没有让蔡京站稳脚跟, 反而因为效率太快, 得罪了其他保守派官员, 后来被踢出了京城, 已经走火入魔的司马光, 不但对改革派全面反攻倒算, 甚至要把神宗打下来的西夏土地还给人家, 好在没过几个月, 他便撒手人寰, 司马光死后, 保守派群龙无首, 此前他们只知道, 清算改革派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执政纲领, 为了继续体现自己在朝堂上的价值, 他们继续将精力放在打压改革派上, 保守派为了打压对手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用文字玉的方式进行捕风捉影, 这种行为是相当恶劣的, 在这个过程中, 吕慧卿、蔡雀等人被一扁再扁, 最后被安插上诸多罪名流放岭南, 大宋搞内斗已经有七八十年了, 但从来没有把人贬到岭南的先例, 因为那地方还是蛮荒之地, 扁到那里就相当于被判了死刑, 此时一些保守派的内部官员都看不下去了, 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万一以后自己犯了错被扁到岭南咋办? 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一些保守派的官员到太后面前为其求情, 希望能换个地方, 有时候开始一件事容易, 结束很难, 高太后并没同意保守派的求情, 而是坚持之前的选择, 蔡雀到了扁折之地没几天便死了, 消息传回朝堂, 众人皆大惊, 一代宰相因为文字玉被整死, 在大宋众文清武的氛围下, 可谓是恶劣至极, 保守派自知大措已经铸成, 只好一措再措, 因此, 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 几乎完全失去了调和的余地, 偏偏保守派自己内部还不团结, 司马光死后, 保守派根据户籍不同, 大体上分成了三个派系, 一派是以苏氏苏哲兄弟为首的蜀党, 一派则是以成怡为首的落党, 还有一派则是以刘志等人为首的朔党, 其中, 朔党是司马光的嫡系一脉, 其成员以台舰系统官员为主, 秉承司马光的意志誓死要与改革派战斗到底, 属于保守派中的激进派, 而蜀党在司马光还在的时候, 就曾经在差异法上与其进行过激烈的争辩, 对新法的抵触情绪并没有朔党那么强烈, 属于保守派中的温和派, 而落党的诞生则是由于成怡与苏氏之间的义气之争, 苏氏性格比较豪放, 在人际交往中比较刚烈, 他曾因多次看不惯成怡作风而进行嘲讽, 但因平时苏氏为人不拘小节, 所以被成怡一党抓住了很多把柄, 在朝堂上对苏氏进行了疯狂的攻击, 他们逐字逐句地分析苏氏的诗词, 从中罗织对苏氏不利的证据, 如果换作他人, 早就在这种政治风波中尸骨无存了, 而苏氏之所以能保持屹立不倒, 是因为高太后对苏氏十分赞赏, 当年神宗在世时, 对苏氏也是喜爱有加, 因此虽然落党来势汹汹, 朔党也在旁煽风点火, 苏氏的地位却是稳中有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学纠成疑, 因为经常性地在高太后与皇帝面前 指手画脚立规之, 同时惹火了太后跟皇帝, 被调离了京城, 不过苏氏此时也发现了自己的一大弱点, 那就是自己跟苏哲亲为兄弟, 却同时身居高位, 很容易就成为别人公结的靶子, 于是元幼四年苏氏果断自请外放, 远离了朝堂这片是非之地, 而苏哲则在苏氏走后节节高升, 苏氏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 但后来在高太后的坚持下, 苏氏又被召回朝堂, 回来后迎接她的是更加猛烈的公结, 于是不到一年时间, 苏氏再次被贬出京城, 苏氏离开后, 北宋朝堂斗争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双方几乎是不死不休的架势, 就在大臣们斗来斗去的时候, 却把大宋的皇帝宋哲宗给忽视了, 他们忘了, 折宗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掌舵者, 折宗对于这种朝堂争斗非常反感, 对高太后也多有记恨, 这些年, 高太后垂帘听政的同时还打压自己的生母, 害怕皇帝的生母被封为太后, 后悔分享自己的权利, 所以一直对折宗母子采取高压手段, 可是折宗终有一天会长大, 一转眼, 折宗已经17岁, 到了亲政的年纪, 但高太后似乎没有放权的意思, 高太后意识到, 自己跟孙子之间的隔阂看来是没法弥补, 而折宗表现出来, 对神宗皇帝的思念与赞同, 则让高太后与全体保守派都不寒而地, 然而, 天下没有万寿无疆之人, 元又八年, 太皇太后高氏因病逝世, 18岁的宋折宗终于开始亲政, 折宗亲政后的第一件事情, 清除保守派, 实际上, 保守派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 在改革派全面反攻之前, 折宗也曾试探性地向范淳仁等人递出过橄榄枝, 想看看他们是否能够站在自己这边, 也许折宗以为, 范淳仁, 苏氏等人曾经在全面废除新法的问题上, 与司马光进行过激烈的争执, 或许他们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选择辅佐自己全面起伏新法, 但事实证明, 折宗看错人了, 范淳仁在折宗向其询问神宗清描法施政情况时, 义正言辞地将王安石的新法又大肆批判了一番, 这让折宗彻底意识到, 自己与保守派之间是没法达成妥协了, 既然没法达成一致, 作为皇帝就要清除自己的拦路虎, 当时不甘心失败的苏折还想劝劝小皇帝, 结果因为耿直把神宗皇帝比作穷兵独武的汉武帝, 而被皇上当场拍了桌子, 直接被贬出了京城, 拉开了保守派被贬的序幕, 紧接着, 吕大房、范淳仁, 这些保守派中的骨干力量被纷纷贬斥外放, 而在元幼元年被贬的张淳则入朝拜下, 折宗下旨改元少圣, 少是继承的意思, 而圣自然就是神宗皇帝了, 这个年号也说明了折宗对改革的决心, 张淳上台后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把此前被废掉的心法重新拾了起来, 第二件事就是反攻倒算, 为之前被打压的改革派同僚们翻案, 此前蔡雀、吕大房等人被保守派整得很惨, 要么死在贬折之地, 要么在去往贬折的路上就死了, 每次想到这里就感觉心痛无比, 张淳决定对司马光为首奸邪小人进行报复, 他首先把当年赐给司马光等人的石碑给追了回来, 然后对他们的后代进行株连, 甚至要把司马光的坟墓给挖了, 好在被折宗及时制止, 因为挖坟墓这事太过分了, 不能开这个头, 除此之外, 张淳还主张废掉高太后的封号, 对于此事, 折宗内心是同意的, 毕竟自己被打压了这么多年, 内心是有怨气的, 但废除高太后这事需要确凿的理由, 不能因为一点捕风捉影就随便废除, 经过一番权衡后, 折宗叫停了此事, 关于废除高太后封号一事才算作罢, 折宗之所以允许改革派如此扩大党政, 是因为改革派在军政大事方面是有所作为的, 张淳作为改革派的代表, 在扩大党政的同时, 也把军政大事梳理得井井有条, 此前, 司马光这帮人为了否定西宁变法, 打算把神宗千辛万苦才打下来的一点地方送还给西夏, 司马光指出, 大宋得有大国气度, 不能为了西北边境上那么一点地盘搞得人头滚滚, 死伤惨重, 作为一个大国, 把这些地盘送给西夏又何妨, 保守派们为司马光的言论纷纷称赞, 在这种匪夷所思的氛围下, 大宋的最高决策层不断自我突破, 到最后, 不仅割地之势成了定局, 连割让的地界都一阔再阔, 文艳博甚至提出了放弃整个西河路的建议, 要知道, 这可不是一周一线, 而是整整一路, 不过, 幸好保守派们最终还是残存了一点理智, 文艳博的建议最终没能通过, 大家最得决定, 以交换永乐城之战中失现的人口子民的名义, 割让米汁、 浮屠、 侠卢、 安江四战, 大宋的忍让与慷慨, 让西夏人震惊的同时, 也让他们看到了大宋的软弱, 认为大宋是害怕自己才这么做, 于是, 西夏做了一个大胆而昏庸的决定, 主动攻打大宋, 宋军经过常年在西北磨炼, 已经不是当年的孱弱之师了, 尽管西夏发起了多轮进攻, 最后都无功而返, 改革派上台之后, 大宋已经缓过神来, 此时他们不再选择忍让, 而是决定开疆拓土, 于是, 攻打西夏又一次被提上了日程, 此前大宋和西夏交手胜少败多, 虽然西夏士兵战斗力很强, 但宋军更多的是由于自身轻敌造成的, 此次大宋不再那么盲目, 而是制定全面攻西夏的战术, 大宋从人口和财力方面, 都是全面碾压西夏, 以此作为优势, 大宋采取了步步为营, 修成驻寨的进攻方式, 不再追求和西夏打野战, 修成驻寨虽然很慢, 但很稳定, 宋军每到一处就先修成墙, 以此作为据点往前推进, 与此同时, 大宋还派出小规模的游击部队, 去毁坏附近的耕地, 让西夏无粮可收, 这种战术叫做潜攻, 事实证明, 这一招是非常有用的, 这个方案是张纯的堂兄张杰提出来的, 而修成驻寨, 稳扎稳打的战略, 是范仲淹时期提出来的, 随后被不断地改进, 等到现在终于派上用场, 宋军靠这种战术慢慢蚕食西夏的地盘, 眼见宋军像坦克一样往前推进而无能为力, 此时西夏人才警醒过来, 按照宋军这样推进速度, 用不了多久就能打到国都, 为了扭转颓势, 西夏人打算避其功于一翼, 打掉平下城, 这是宋军在边境上修筑的最重要的一座城池, 当时为了修建这座城, 大宋动用了接近七十万人力, 最终在二十二天内修建了一座奇迹, 平下城建成以后, 成为插在西夏身上的一颗钉子, 宋军以此为据点, 进可攻退可守, 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1098年10月, 西夏组织了三十万大军朝着平下城进攻, 这已经是西夏的极限了, 为了保证能够胜利, 西夏梁太后带着自己的傀儡儿子夏崇宗一起出, 梁太后之所以如此重视这场战役, 也是因为西夏朝堂争斗达到了顶峰, 为了守住自己的权威, 她只能靠发动战争来震慑对皇位虎视眈眈的人, 对于这次战争, 梁太后是志在必得, 但谋士在人, 成士在天, 很多事情都是事与愿违, 梁太后对宋军的认知还停留在以前, 不知道大宋已经换了套路, 西夏兵拿出最猛的进攻火力, 对着平下城疯狂输出, 但城墙依然坚如磐石, 丝毫没有动摇的痕迹, 后来西夏兵又改变策略, 佯装后退, 试图诱敌深入, 但宋军依然坚守城内, 没有出来追击, 双方暂时呈现拉锯之势, 可是没过多久, 西夏人就慌了, 因为他们打算速战速决, 没带多少粮草, 加上宋军采用尖臂青野的策略, 让西夏军队在附近没能得到有效的补给, 时间拖得越久, 对西夏越不利, 雪上加霜的是, 西夏引以为傲的攻城力气, 高车也在沙尘暴中被损毁, 如此一来, 西夏连背水一战的机会都没有了, 放在他们面前的只有撤退这一条路, 此次宋军凭借坚固的城墙, 守住了比自己多十倍的兵力, 并且趁西夏撤退的时候, 来了一波偷袭, 让西夏的损失更加惨重, 宋军眼看西夏军队已经溃败, 于是乘胜追击, 直接拿下了天都山, 再往前进一步就能达到西夏都城, 西夏随时有被美国的风险, 此时置身世外的辽国看不下去了, 如果西夏被灭, 下一个目标就轮到自己了, 于是辽国出面调停, 为了让大宋看到停战的诚意, 辽国直接派人到西夏把梁太后赐死了, 并扶持夏崇宗上台, 夏崇宗亲政之后积极向大宋示好, 并表示愿意重新划定边界, 此时大宋狮子大开口, 要求以黄河为界, 这个提议有点咄咄逼人, 相当于直接把西夏瓜分了, 即便夏崇宗和大宋再友好, 也不能接受这种屈辱的条件, 于是打算殊死一搏, 此时的宋朝已经是强弩之末, 连年征战让国内财政入不敷出, 如果西夏拼死一战, 很有可能彻底拖垮大宋, 经过一番权衡, 宋哲宗打算做出让步, 等国力恢复后再来征讨西夏, 但留给哲宗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元福三年正月, 宋哲宗病故, 他生前的报复还没来得及实现, 便撒手人寰, 由于离去得太突然, 并且自己没有子嗣, 于是朝堂围绕新皇帝问题又陷入了混乱, 由于没有子嗣, 只能在兄弟当中寻找接班人,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争斗后, 端王在曾部的支持下成功登基, 元福三年年元月, 召集继位, 视为宋徽宗, 由于之前在新皇帝人选上攻击过端王, 张纯在宋徽宗登基第二年就被弹劾下台了, 经过了短暂的权力交替, 宋徽宗成为大权在握的皇帝, 主宰大宋的江山, 和前几次皇帝更替一样, 徽宗登基后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朝堂争斗, 而争斗的主角双方依然是保守派和改革派, 不过, 徽宗没有让这场朝堂争斗持续太久, 经过一番权衡后, 果断地把保守派轰出了朝堂, 并重重提拔一个人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此人就是蔡京, 对于蔡京, 想必大家都已经听说过他的名字, 在各种影视剧中, 蔡京一直以反面形象出现, 虽然名声不好, 但蔡京有一手绝活, 那就是书法写得特别好, 对于同样精通书法的宋徽宗来讲, 他俩可谓是一拍即合, 在徽宗做皇帝之前, 就与蔡京有过来往, 成为皇帝后, 就火速把蔡京照到身边, 而蔡京也非常懂得投其所好, 经常在全国搜集书画献给徽宗, 与此同时, 蔡京在徽宗身边还有一个好内应, 此人是太监同贯, 深得徽宗宠信的蔡京, 从此走上开挂之路, 在大宋舞台上开始了他的表演, 新官上任三把火, 蔡京上任后, 开始疯狂打压保守派, 让他们彻底没有翻案的机会, 为了让这些人一臭万年, 蔡京直接让人刻了一块石碑, 上面写着保守派的名字, 同时毁掉保守派创作的诗词文集, 苏氏, 秦官等人的作品, 在这一时期遭到大量毁坏, 打压保守派之后, 蔡京开始琢磨如何为徽宗搞钱, 作为宰相, 他知道自己的权利是皇帝给的, 只要把皇帝伺候好了, 让皇帝的小金库充盈, 自己才能站稳脚跟, 所以想要搞到更多的钱, 就需要有更大的权利, 于是, 蔡京效仿王安石的制制三司条利司, 搞出了一个讲义司, 直接把所有改革的权利全拿了过来, 蔡京大刀阔斧地改革了北宋的查法和研法, 成功地搞到了大笔的收入, 与此同时, 作为对铜冠的回报, 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铜冠在西北的战事, 凭借蔡京的大力支持, 铜冠也在西北取得了多场胜利, 看到蔡京一系列的亮眼成绩, 徽宗心里非常高兴, 他看蔡京一个人就能搞定国家大事, 于是, 干脆把所有事情都交给他, 徽宗整天过着奢侈逍遥的日子, 还逐渐迷恋上了道教, 以为自己是神仙转世, 对于徽宗的荒淫, 蔡京是喜闻乐见的, 为了进一步讨好徽宗, 他主张为徽宗修一所新的宫殿, 为了让宫殿宏伟大器, 他从全国各地搜寻奇真意识来讨好徽宗, 为此还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供应花石缸, 为了给徽宗搜集到花石缸, 这些人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到了冥抢的地步, 如果他们看上某家院子里有棵大树, 就给这家主人下达命令, 不但要免费征收, 在他们前来搬树之前, 主人必须保护好树的安全, 一旦出现意外就要被问责, 在搬运的过程中, 如果院子里的大门或者房屋碍事都要统统拆掉,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并且不给予任何补贴, 给徽宗搜集花石缸, 让大宋民怨四起, 各地出现了不同规模的起义军, 其中比较出名的有方辣农民起义, 不过在强大的宋军面前, 农民起义很快被镇压下来, 就在大宋国内乌烟瘴气之际, 辽国又传来消息, 完颜部落带着女真人造反, 而且势头一时无两, 女真人之所以选择造反, 是因为辽国长期对其进行搜刮压迫, 让女真人的生存状况受到了挑战, 而且辽国贵族还经常把女真人掳走充当奴隶, 这让女真人在心底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仅靠仇恨是无法造反的, 还需要一点点经营自己的实力, 在这个过程中, 完颜部落异军突起, 逐渐做大做强, 成为了一只不可小觑的力量, 但彼时的完颜部落在辽国看来就是一只蚂蚁, 随时可以捏死他们, 完颜阿古塔作为部落首领, 在一次酒会上得罪了辽国天作帝, 本来天作帝想直接在酒会上杀了他, 没曾想天作帝身边的大臣劝他不要和蛮人一般见识, 以免跌了身份, 天作帝这个善意的举动, 反而为辽国带来了灾难, 在完颜部落看来, 我冲撞了你, 如果你没有进行反击, 那就说明你怕我, 并不是以为仁慈, 完颜阿古塔捡回一条命, 回到部落后, 把当场的情形和大家说了, 然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以后不再向辽国进攻, 后来天作帝发现事情不对劲, 认为阿古打有反心, 但此时辽国内部争斗不断, 再加上完颜部落的势力不足以和辽国抗衡, 所以天作帝打算将此时放一放, 天作帝的粗心大意, 给了完颜阿古塔迅速做大做强, 天庆四年, 完颜阿古塔率领女真人再来流水寄告天地指出, 他们世代为辽国做狗, 今天必须站起来做人, 于是打算跟辽国人决意死战, 然后挥师难尽, 在当时看来, 完颜阿古塔这根本就是自寻死路, 辽国当时虽然已经是暮气沉沉, 但好歹是一个超级大国, 随时能组织起来十几万军队, 而完颜阿古塔, 不过纠集起了两千多人马, 从实力上看, 完颜阿古塔就是以卵击石, 但战争不是单纯的比人多, 在完颜阿古塔的率领下, 女真人凭借超强的战斗力, 一路高歌猛进, 把辽军打得丢盔弃甲, 一路推进到黄龙府, 而此地正是辽国国库所在地, 看到完颜阿古塔, 战斗力如此爆表, 此前还在观望的女真人也加入了队伍, 自此之后, 完颜部落的势力彻底起来了, 为了便于进一步统一, 完颜阿古塔在选择在惠宁称帝, 国号为大金, 黄龙府破了之后, 天作帝觉得形势有点不好, 为了一举歼灭完颜阿古塔, 他打算御驾亲征, 天作帝这次是报定了彻底搞定女真问题的决心, 来御驾亲征的, 十几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了女真人, 结果就在半路上, 辽国内部发生了叛乱, 有人想窜取天作帝的皇位, 于是天作帝只能半路掉头返回, 完颜阿古塔则趁机追击, 在护布达刚轻骑追上天作帝的中军, 一路掩杀将辽军杀得尸横遍野, 这一战中, 天作帝虽然逃了出来, 也算是比较顺利地镇压了朝堂叛变, 但是辽国却元气大伤, 而阿古塔则获得了一场意外的大胜, 辽金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金国开始逐渐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摇摇欲坠的辽国让大宋看到了机会, 宋徽宗想趁此机会收回燕云十六州, 完成前几代皇帝都未完成的大业, 就在此时, 同贯得到了一个机会, 早年间, 同贯在出使辽国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名叫马直的汉人, 他当时已经在辽国认知, 但心里一直挂念着大宋, 当看到同贯来访之后, 主动向其献策, 把女真人对辽国的野心说了一遍, 并提出, 大宋和女真联合起来灭掉辽国, 等辽国一灭, 燕云十六州就能回到大宋, 而这个功劳就直接算在同贯头上, 同贯感觉马直说得很靠谱, 于是, 带马直回到了大宋, 并将其改名为李良寺, 回到大宋后, 同贯把马直的话转述给了徽宗, 徽宗十分重视, 并接见了马直, 在马直的鼓动下, 徽宗觉得拿回燕云十六州越来越靠谱, 于是, 把马直留在了身边, 并赐姓赵, 为了打通和女真人的联系通道, 在徽宗君臣的强力推动下, 重合元年, 大宋终于打通了海上通道, 跟女真人发生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女真人加攻辽国这种事兴趣不大, 觉得自己完全能够独立地干掉辽国, 而至于宋朝提出地打下辽国后, 归还燕云十六州的构想, 女真人的分歧就更大了, 不过, 最后完颜阿古打并没有完全关闭和大宋的对话窗口, 宋徽宗对此事不死心, 经过多次谈判后, 女真给出了条件, 大宋帮助女真夹击辽国, 事成后把燕京一带还给大宋, 起初, 徽宗在出兵夹击辽国这世上还是比较迟疑的, 因为大宋国内出现了农民起义, 宋冠正率领着大军剿匪, 根本无暇分身, 而且现在国库空虚, 愁挫良想有难度, 而女真人没有等到大宋出兵就开始了行动, 一路高歌猛进打进辽国, 徽宗看到这场面有点着急, 如果行动晚了, 连口汤都喝不着了, 于是当机立断和女真达成了协议, 让同冠挂帅协助女真灭辽, 同冠本以为现在的辽国已经是破骨, 可以轻松拿下燕云十六州, 但出人意料的是, 燕云十六州在辽国手里百年之久, 里面的汉人都已经被辽国同化, 当看到宋军兵临城下时, 不但没有开门迎接, 然而自发的组织兵力进行反抗, 与此同时, 镇守西北的崇师道认为, 大宋此举是趁人之危, 虽然得到了前去支援的命令, 但故意放缓行军速度, 以至于宋军被辽军大败, 只能班师回朝, 宋军大败让徽宗很意外, 女真人更加意外, 本以为宋军能帮自己一把, 结果成了拖后腿的人, 打了败仗的铜冠, 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崇师道身上, 借此将其罢官赶出了朝堂, 让和阳三成节度使刘延庆接任了崇师道的位置, 经过短暂休整后, 再次出军辽国, 打算一雪前耻, 金国看到宋军的调整能力如此之快, 心里也犯了嘀咕, 如果宋军真的把燕云十六州拿了回来, 将来对金国是大大的不利, 于是,派人到大宋商讨共同出兵夹击辽国的事情, 大宋知道金国来者不善, 但为了拿回燕云之地, 果断同意和金国结盟, 新一轮大战一触即发, 得知大宋准备再次攻辽的消息后, 辽国卓州首将郭耀师带着一支叫长盛军的队伍投诚了, 原来, 辽皇帝耶律纯病死以后皇后主政, 国境内人心惶惶, 契丹贵族跟汉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郭耀师跟手下的队伍都是汉人, 看着势头不好, 决定先下手为强, 赶紧投送, 还未开战就拿下一城, 对此宋徽宗非常高兴, 封郭耀师为恩州观察室, 跟随刘延庆一起攻打辽国, 刘延庆在去往燕京的路上和辽军遭遇, 结果大败而归, 郭耀师认为辽军清朝出动和宋军对战, 此时燕京城内必定空虚, 于是, 向刘延庆申请率领五千兵马骑袭燕京, 刘延庆听后认为有道理, 于是, 拨给郭耀师六千兵马前去攻城, 并派自己的儿子刘光氏作为后援, 萧太后得知郭耀师的意图后, 率领三千兵马前去堵截, 此时, 只要刘光氏的援军能及时赶到, 就可以拿下燕京, 然而, 刘光氏一直迟迟不肯发兵, 郭耀师被萧太后和燕京城内的辽军包了饺子, 损失惨重, 郭耀师扔下士兵选择了逃跑, 更尴尬的是, 被吓破胆的刘延庆害怕辽军重整旗鼓杀回来, 居然把自家的粮草全部烧掉, 然后带领士兵溃逃, 在逃跑的过程中发生严重的踩踏事件, 辽国兵不血刃地捡了一场胜利, 自此之后, 大宋的战略储备彻底被耗光, 大军退守雄州后, 再也没能力向辽国发起进攻, 与大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金军一路高歌猛进, 几乎以零代价拿下了燕京, 按照盟约, 燕京打下来以后要交给大宋, 不过, 此时的大宋已经没有资格和金军谈条件, 更严重的是, 金军通过宋军的表现已经知道了大宋的实力, 眼见燕京落入金国之手, 大宋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金军肯定不可能白白把燕京拱手相让, 但自己又不敢和金国开战, 无奈之下只能和谈试试, 大宋派出代表, 希望金国能够遵守战前的约定, 将燕京送给大宋, 而大宋也会根据约定信守承诺, 由于前不久, 大宋刚刚撕毁了和辽国签订的缠冤之盟, 把自己的信用彻底扔掉了, 对于大宋的承诺, 金国是不相信的, 他们只认利益, 最后大宋承诺向金国每年进贡大量税币, 并承担此次金国出兵的费用, 才答应把燕京还给大宋, 徽宗表示, 只要能把燕京还回来, 一切条件都好说, 宣和五年四月, 大宋终于拿到了自己朝思暮想了一百多年的燕京城, 此时, 距离石敬堂当年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人, 已经过去了近两百年, 在这两百年里, 无数英雄豪杰抛头颅洒热血, 却始终没能从契丹人手中夺回这片土地, 徽宗觉得当年太祖太宗都没能做到的伪业, 在自己手里实现了, 这是镖炳千秋的功绩, 足可以比肩秦皇汉武, 实际上, 金军临走之前, 已经将燕京变成了一座空城, 城里的财物全部被抢劫一空, 就连里面的人口都被金军掳走, 而且燕云十六州里面, 大宋只是得到了其中七个, 随着燕京落入大宋之手, 两国第一次合作也宣告结束, 建立起来的脆弱友谊也随之烟消云散, 虽说辽国的主力已经被消灭, 但仍未完全灭亡, 一直苟延残喘地存续着, 金军在收复燕云剩下九个州的时候, 也变得困难重重, 就在金国与辽国残余势力大战之际, 金国南京首将张觉突然向大宋投降, 这个消息让徽宗非常高兴, 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此南京并不是辽国手里的燕京, 而是金国将平州改为南京, 而张觉就是南京留守, 张觉原本是辽兴君节度赴使, 趁着辽魏大乱的时候杀了自己的上司, 控制住了平州, 手里颇有一些兵马, 而金冰过来的时候, 他很识时务, 果断地投了降, 而金国对他也不错, 夹封他为同平章门下士, 让他留守南京, 并让他继续统兵, 客观来讲, 金国对张觉并没有亏待, 而张觉感觉未来金国不会太重视燕云之地, 因为这里的天气较热, 不适合女真人长期生存, 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 他两边下注, 一边联系大宋, 一边和辽国残余势力保持联络, 听闻张觉前来投降的消息后, 徽宗非常高兴, 当即表示同意, 一旁的赵梁寺善意提醒道, 说这样做可能会激怒金国, 此时的徽宗已经昏了头, 为了燕云十六州什么都愿意做, 之前的禅渊之盟都背弃了, 再得罪一个金国也没什么大不了, 况且在张觉宣布归降大宋后, 把前来讨伐的金军打得落花流水, 这更坚定了徽宗接纳张觉的决心, 于是开门迎接张觉, 并重重有赏, 此时大宋在燕云之地, 有张觉和郭耀师两位大将镇守, 徽宗觉得收复燕云十六州指日可待, 殊不知, 等待她的却是一场灾难, 女真人此时已经愤怒到极点, 一方面是因为张觉叛乱, 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宋和自己对着干, 为了出一口恶气, 金国再次组织兵力来攻打张觉, 并成功抓住了张觉的弟弟和一家老小, 更有意思的是, 宋徽宗任命张觉的诏书正好在张觉弟弟的手里, 这一下人证物证俱在, 金国彻底和大宋撕破脸皮, 并要求大宋交出叛徒张觉, 不然就直接进攻大宋, 为了安抚金国, 大宋找了一个和张觉长相差不多的死球, 砍了头送到金军手里, 试图蒙混过关, 但被金军识破了, 郭耀师看完大宋的操作之后, 心凉了一劫, 哪天金军要求大宋把自己交出去, 大宋会不会也会出卖自己, 想到此处, 他心里便开始打鼓, 自此之后, 宋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金国已经有了充足的借口, 对大宋开战, 宣和七年, 辽国的天作地被俘, 至此, 金国没有了后顾之忧, 准备收拾大宋, 宣和七年十月, 金太宗完颜无起买下旨, 两路人均南下恭送, 北宋灭亡的钟声被敲响, 金国宣布对大宋宣战后, 郭耀师也选择了投降, 女真人兵分两路一路由金国国相长子完颜宗汉带队, 直插太原, 另一路则由阿古打的次子完颜宗旺率领, 直取燕京, 两路人马约定攻下太原与燕京后会合一处, 杀相开封, 原本坐镇前线的同贯得到消息后, 马上就跑了, 而开封城中的徽宗君臣, 则完全被这个消息惊呆了, 由于双方实力悬殊过大, 加上宋君已成了金公之鸟, 宋徽宗集中生智, 把皇位传给了太子赵桓, 此时的赵桓才25岁, 还处在年轻气盛的阶段, 他欣然接过皇位, 表示要和金国掰掰手腕, 宣和七年十二月, 在金兵长驱直入之际, 赵桓选择了登基, 视为宋亲宗, 亲宗登基之后, 改元靖康, 徽宗传位给儿子后, 立马跑到了东南, 此时主持大宋军务的人是李刚, 他是一名主战派, 在他的带领下, 金军攻颂并不顺利, 两路军队在太原遭到了很大的阻力, 后来, 金军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直接攻打开封, 当满朝文武得知金军本开封而来的时候, 直接溃逃, 此时只有李刚选择坚守, 并组织兵力进行反击, 而李刚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 金军在开封城下, 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就在大宋占据战略主动之际, 金军却私下里派人和金国讲和, 完颜宗旺向金军提出了, 割让河北二镇赔款千万, 以亲王宰相为人质, 尊金国皇帝为伯父的要求, 而大喜过望的金军马上一口答应下来, 李刚得知以后, 就差指着金军的鼻子大骂, 他告诉金军, 西北军马上就来救援, 只要再坚持几天, 定能扭转局势, 亲宗咬咬牙答应了李刚的请求, 没多久, 西北军抵达战场, 用二十万的兵力围住了六万金军, 此时只要脑子没进水, 几乎能将金军全歼, 对于人丁单薄的女真人来说, 六万人的损失相当于要了他们的命,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此时, 亲宗化身为猪一样的领导, 面对此种危急状况, 统一军队的指挥权非常重要, 否则在作战的时候就会分崩离析, 对于统一开封周边军队指挥权的提议, 亲宗给否了, 此外, 目前, 宋军最该做的就是兼蔽清野, 耗尽金军的粮草, 让他们主动撤军, 李刚和崇师道作为兵家能手, 强烈建议亲宗这么做, 而亲宗作为兵家小白, 选择了出城偷袭, 结果被金军抓住机会一举反攻, 把宋军打得大败, 此时的宋亲宗不但不反思自己的错误, 反而把李刚推出去当替罪羊, 差一点引起士兵和民众的滑变, 亲宗吓得要死, 赶紧又恢复李刚的官职, 这一番操作让宋亲宗英明尽毁, 同时也让三军将士感觉为这样的皇帝拼命不值得, 靖康元年二月, 大宋答应把河北二镇割让给金军, 并赔偿金军巨额财物, 才算是把这次危机结束, 而此时摆在亲宗面前的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 就是如何把徽宗接回来, 徽宗逃到东南避难之后, 不但没有为国家感到担忧, 反而大手大脚地挥霍, 甚至截留东南财税来维持自己的花销, 此时的大宋已经是强弩之末, 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如果徽宗在东南另立中央, 那么大宋会马上灭亡, 处于种种考虑, 亲宗觉得, 不能让自己的父亲在东南肆意妄为, 一定要把他接回来, 而徽宗并不想回朝, 这些日子在东南做闲散皇帝简直太安逸了, 不用关心朝政, 一旦回去, 必然会遭到软禁, 唐玄宗因为必安史之乱而逃到四川, 被唐宿宗接回来后就直接软禁了, 宋徽宗可不想重复他的老路, 在接徽宗这件事上, 前前后后拉扯了很长时间, 最后, 徽宗迫于无奈还是回来了, 徽宗还朝之后, 马上就被变相软禁了起来, 身边的亲随也被换了一批, 不仅如此, 为了防止徽宗收买人心, 亲宗甚至下旨要求, 在徽宗进行任何形式的赏赐之后, 在受赏人离开徽宗住所时, 要执行严格的回收制度, 徽宗受不了这种被束缚的生活, 于是跟亲宗提出请求, 想回洛阳治军练兵防备亲军, 但亲宗仍然不放心, 害怕徽宗会反攻倒算, 为了彻底打消徽宗当皇帝的念头, 亲宗还火急火燎地, 把自己年幼的儿子扶正做了太子, 让徽宗彻底死了心, 控制住局势的亲宗, 把徽宗身边的旧臣全部清理掉, 宏冠、蔡京等人被贬的贬, 杀的杀, 国家局势暂得稳定后, 应该考虑整军被捂, 防止亲军来犯, 而亲宗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大宋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 根源是王安石变法所致, 于是在河北军民还在拼死抵抗金军的时候, 亲宗却在开封城中掀起一阵批评王安石的热潮, 实在是荒谬至极, 除此之外, 亲宗还将驻守在外将领的兵权全部收了回来, 坐在皇宫里遥控指挥边关打仗,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效率极其低下, 有时候, 士兵们都快饿死了, 却不能动眼前的粮草, 因为亲宗的批文还没从皇宫传过来, 在亲宗的各种折腾下, 崇师道等名将纷纷战死沙场, 因为亲宗的无能导致宋军面对金军的时候接连大败, 每次失败都要给对方割地赔款, 李刚实在看不下去这种行径, 主张和金国杠到底, 结果被亲宗直接定罪, 后来被一扁再扁, 自此之后, 亲宗身边再也没有能人了, 尝到甜头的金冰, 一次次来讹诈大宋, 而亲宗每次都会满足金冰的胃口, 否则就得挨打, 但亲宗不知道, 白眼狼是喂不饱的, 除非把他打服, 否则他会讹诈你一辈子, 后来,金国杠打下河北, 就扬言禁军开封, 被吓破胆的宋亲宗急忙派康王赵构前去各地议和, 走到半路被知情的大宋老百姓拦下, 此时大宋的老百姓还在拼死抵抗, 亲宗却派人前去求和, 这彻底激怒了百姓, 愤怒的群众打死了赵构的副手, 而赵构则被滞留了下来, 当地的守臣奉劝赵构不要前去求和, 而是静观战局静待时机, 赵构听从了建议, 没有前去各地求和, 于是赵构滞留在了这里, 这个地方叫做瓷州, 而这里的守臣名叫宗泽, 五个月以后, 赵构成为了大宋唯一的希望, 金军没等到大宋亲来求和的信使, 于是一口气推到开封城下, 此时开封城中仅有七万守军, 而糟糕的天气更是雪上加霜, 就在金冰围城的同时, 开封城一反常态地连续天降大雪, 开封守军被冻得死伤惨重, 在这种情况下, 亲宗居然还不舍得把皇宫里的棉衣拿出来救济士兵, 他心里想的是如何避免徽宗落入金人之手, 一旦金人掳走徽宗并扶持他为皇帝, 那自己的皇位就没了, 在绝望之际, 书密院给亲宗招来了一个江湖术士, 声称自己密法通天能使六丁六甲之术, 能帮亲宗打赢金军, 亲宗听后大喜, 让江湖术士挂帅和金军对抗, 结果江湖术士一上战场就被金军砍掉了狗头, 同时也消灭了亲宗最后的希望, 已经被吓破胆的亲宗, 等不及各地秦王的部队前来救援, 而是直接选择跟金军投降,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 徽亲二宗之间的勾心斗角依然在继续, 在金军提出要把徽宗当作人质的时候, 亲宗为了防止金军另立中央, 自告奋勇深入虎穴, 不惜自己亲自跑到金营进行谈判, 而金人则喜出望外, 从来没见过这么蠢的皇帝, 于是在金军的营帐之中, 亲宗达成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议, 不仅投降称臣, 而且自费武功, 罢掉各地秦王兵马割让了河北三镇, 在拿到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之后, 将亲宗又放回了开封城里, 好让他全心全意地为金军搜刮财物, 镇压反抗的百姓, 令人大跌眼镜的一幕出现了, 亲宗回到开封城后大肆搜刮, 以满足金人提出的天价战争赔偿, 同时残酷地镇压开封军民自发的反抗行为, 但这还不是宋亲宗的下线, 经过大肆搜刮之后, 仍未达到金军的要求, 于是他开始搜集城内的女子, 全部五花大榜地给金军送去, 希望以此来当作赔偿, 为了让金军满意, 亲宗还让人把这些女子精心打扮了一番, 以供金军凌辱, 无耻程度已经到了极限, 但即便是这样, 金军也没放过亲宗, 他们抓了徽宗亲宗父子, 用千阳礼来侮辱他们, 然后带着搜刮的财物和美女北上, 一路上做尽了禽兽不如的事情, 自此之后, 北宋彻底灭亡, 徽宰二宗带着庆竹南书的罪状, 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